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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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同学 在我们赖瓜瓜网站推送的同学 你们应该都有看到猫咪罩了吧 很可爱对不对 咪讲真的是很有人气 而且现在咪讲 她就是生日月啊 是不是处女座生日的时候 处女座同学生日快乐 你们过得还好吗 九月运势来了 我们争取今天 想快一点 而且外面气温 降低了耶 台风还蛮好的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觉得天气蛮凉快的 很舒服 那当然怎么说呢 台风毕竟是个大家严正以待的啦 但是这个周遭气流 最近把那个热气给刮走 我觉得挺好的 好哦 哇我想我前两天有po的水星到天平 应该都能够触动到大家的心哦 你会特别特别有的感 有感觉是因为 水星啊金星啊火星啊都是个人行星 所以火星进了双子 水星进了天平 哎都是什么都是风向星座 然后再加上土星一直在水平 他已经在两年多了 土星在水平两年多的这件事情 各位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现在回回过头来 因为他明年三月就会走嘛 土星在一个星座会待两年多 那过去的两年一直待在水平的这件事 我们现在有可以回顾一下了 比方说首先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隔离 有没有 他是不是影响了我们的人际关系 所有的群聚都 大家都很害怕 尤其疫情刚起来的时候 然后每个人都要仰赖 网路或线上的那种 比如说送餐啊 或者是群组的讨论啊 隔离起来的时候 是不是 然后当然这个社会也会一直讨论 不会用手机订餐的年纪大的人 是不是很需要帮助等等 然后线上上课 然后学生毕业典礼也不能够聚在一起毕业 人跟人的这件事情 我们在过去的两年彻彻底底的感受到了 那这个土星一直摆在那里 他在风向星座 然后他也使得来各位水平这个星座 他所掌管的就是跟政治有关的领域 所以包括人 因为政治就是人聚集起来搞的事情嘛 对不对 你的党我的党 你谁的党比较大 然后我们的如果我们反对你这个党 我们就一群人来反对你 因为一个人反对是没有用的 是不是 所以一群人的这个现象 比如说在网路上也是 在政治上也是 也不断的有一种恶化 让我们很担忧 因为土星 土星就会彰显 一来彰显他很需要被规范 二来 当很多人聚在一起的这件事 变规模化了 他很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恶果 因为土星是压力嘛 压力就有可能是恶果 好 各位晚安 哦 大家已经看到升横昌了 对对对 不用出国也能买 好 那所以你看哦 就是我们也看到了 一 网路上酸民越来越多 留言越来越恶劣 然后好像开始都是坏人在线上 好人已经不想出声了 有这个现象值得忧心吧 值得忧心 所以也促使着社会开始想要立法 就是要管束一下言论的部分 二政治版图 政治版图也在移动当中 当每一个国家都面临极限状况 那谁跟谁交朋友 谁跟谁不想做朋友 在一群人里面 大家是不是同心同德 然后忽然你跟我们不一样 的这件事可能就会凸显出来 所以人跟人之间 或国跟国之间 最近都在做一个交换 尤其是火星 对不对已经进来了吗 对不对火星进双子 加上水星进天平 而且各位火星进双子七个月 水星进天平两个月 除了九月还有十月 所以他都在指定 今年二零二二的下半年 好重要的九月十月至少这两个月 局势都在改变 人的局势在改变 那大的话很多国家之间的政治版图 我要跟谁做朋友 我不要跟谁做朋友 的这种状况 越来越明显 我上次大脸直播 有没有 前两天 我是不是有告诉你 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可能已经有人跟你断交了 你都不知道 有人觉得你好棒 想跟你做朋友 你都不知道 你可能会知道 有人想跟你做朋友 你一定会知道 那那或者是人与人之间 人与人之间 这是为什么我上一个直播 我有呼吁大家 就是我们要多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多听听别人的说法 简单讲就是你不要把朋友往外推 不要把朋友往外推 有人要跟你做朋友很好 我们尽量接受看看 我知道你很可能会遇到怪咖 但是你遇到好咖的机会也在里面啊 不要害怕遇到怪咖 我觉得这个 呃 现在你看刮台风 这也是一个异象 什么叫刮台风 气流嘛 你完全 风是一个不能预测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每天每天看着那个气象图 你以为他往这里走 哪知道走到一半 他很可能就转到那边去 风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也要迎接这个风向 风云诡诀 那你可能有你的个性 你的个性可能很孤僻 或你不习惯 或你不喜欢 但是但是但是 我要现在全部大家都把自己的 价值观 当然中心思想不要变 但价值观我觉得可以重塑一下 你以前可能看一些 比如说你这个职位应该这样做事啊 的古板印象 这个部分也许可以打碎一下 只要他没有犯法他怎么做事 其实也许没有那么重要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 所以我觉得价值观的部分 我们最近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 然后不要太主观的去排斥 因为你可能排斥掉了 让你不舒服的人 你也同时排斥掉了 有机会成为你贵人的人 对不对 好所以风向的活化 在未来两个月 我们能不能在很多 我们能不能跟 对你更有帮助的 或者是能够带你提升的 或者是站到比较多数的 比较强的队伍里面 就看未来两个月了 所以啦 一样的嘛 回过头来 这两个月有没有 会有多士之秋的感觉 那一定也会有 因为九月十月还包含什么 还包含天平的秋分 不要忘记了秋分 这个大节气又来了 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都是比较容易分乱的 所以到了九月底 哦那个气流又乱起来 怎么个乱法呢 那当然一定跟人际关系有关嘛 比如说你这边 哇你好热闹 好多人跟你做朋友 那被排出去的 疏远的 会不会生气 他会不会觉得 哎你们怎么不理我了 或者是我也很棒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可能就会有一些人际关系的 纷扰出现 或者是类似 我们刚刚讲分手朝要来了 有些人很可能要被离婚 我们已经有很多人 一 已经离了二 正在谈离婚 三 最近发现不对劲 都有可能 都是在处理人际关系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正在处理 那能不乱吗 那肯定是 你在生我的气 我也不会 呃 怎么说 就是我也看你不顺眼 尤其是要分开 要拆伙 要离婚的人 那更是叠对叠啦 因为都要掌握到最好的筹码嘛 因为已经没有信任感了 人跟人之间信任感非常重要 已经要分手的 当然是已经没有信任感了 尤其是在婚姻里面 没有信任感就什么都不要说 谁知道 为了得到更多的利多 你会不会在家里装监视器 监听器 录我的音 blablabla 有没有可能 是不是 没有信任感 共识来说 那欧音欧音就代表 关系正需要急救 所以不想在关系里面出状况 那你就要急救 你就要拿出诚意来 知道 因为现在关系正在千变万化之中 老师好 今天的星座顺序 来今天的星座顺序就是 火土风水 我们都每个月照文的 就是今天是火象跟土象先咯 所以牡羊狮子射手先 待会就马上进来 然后土象刺枝 金牛处女摩羯 我们九点到十点之间 然后再来十点以后 风向 风向星座 双子天平水平 然后最后一组是巨蟹天蝎双鱼 双鱼同学辛苦了 让你久等久等 所以我觉得九月最明显的就是 我们的风向整个火化 其实连带十月也是 而十月可能是更纷扰的 九月就是在为十月做准备 十月的纷扰一定是已经锅子掀开来了 啊什么 你到这一对了 啊什么你在那里 哇看不出来你这么夯 或者是 你知道那种气象一星 你知道四个大节气意味着四个星开始 所以夏至是一个开始 我们今天已经走到开始的第二轮了 第二个月 然后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月 所以我们说变动T三角来了嘛 是不是 所以现在就是所谓的变局的时候 而且 嗯 这个九月每个人都很忙 非常非常忙 毕竟现在 太阳在处女座 我不晓得耶 我我就觉得 我那个时候 呃 人在家中做 在看着未来 哦快要有心进处女了 是会忙到哪里去 对啦 我知道蜡烛三头烧 整个下半年大家都蜡烛三头烧 但能烧到哪里去呢 不得了了 我最近就 开始感觉到那个烧的厉害的味道是什么 连我去录三十六题爱上你 平常都是录三场或录四场已经不得了了 居然还可以在前两天给我录录到五场 五场中间还见缝插针了两个工作这样子 嘿嘿 Excuse me 那我就有一种 哦原来这就是处女座呀 也就是说 嗯如果你真的很忙 忙到没有时间休息 忙到所有的细碎的时间都被塞满满 然后有一种很敢的感觉 太正常了 所以各位辛苦了 九月十月其实都蛮辛苦的 然后忙工作之余还要跟很多人交会 对不对最近是不是很多讯息呀 最近是不是很多电话呀 每一个都要好好的跟他沟通呀 然后才能确定他是 是不是神经病 神经病就可以放下 但是你前面还是要挖成本 花时间 因为最近人际关系大爆炸 有没有尤其是风向星座的人 双子天平水平 你们本身是风向星座 那你的人际关系更是大爆炸 因为这就是你的职责 你就是要肩负着跟人沟通的这个任务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 这个是九月的特色啦 那九月的特色呢 还有什么呢 哎我们来看星象移动有四个 四个时间 第一个是九月五号 九月五号呢 金星会进处女座 金星现在在哪里 狮子座 所以过去的二十天 过去的金星狮子 对过去的将近二十天吧 金星狮子 来狮子座同学有没有觉得蛮开心的 有没有觉得感受到世界的善意 对你来说 对自己也满意度还蛮高的 比如说啦 最近过去的二十天 我我的化妆都被大家称赞 我就很开心 然后也蛮多人就是 比如说我在装潢我妈妈家嘛 最近就是蛮多人 就说哎这个也算你便宜 那个也算你便宜 还有很多便宜这样子 那四十座会得到金星的帮助 可惜短短的只有二十天 那接下来金星就要进入 哎处女座了 进入处女座其实是个弱势位 会让我们乐在工作 会让我们更甘愿的把时间塞满满 以及我已经录好一集 podcast 会再讲一下金星处女座 所以各位等待我好不好 他也是剪好就会PO上来了 什么是金星处女座雷 当然这种内在的行星 内行星像水星个人行星 水晶火 还有这个他的移动 都会让我们非常非常有感 那金星处女 当然对于专业人士 努力工作 很细心的 你如果做事很细心的 你一定会被金星拱起来 你会加薪 你会得到大家的肯定 小小兵再也不会隐藏了 就是小小兵也会被大家拿出来 说来 好高兴有这位小小兵 哦 拍手拍手 你的世界来了 好不好 就是这个九月 所以你不会埋没 你会被看重 然后你也会被看见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重点是会加薪 好不好 会加薪 来 金星在处女多久 9月5号到29号 所以就是在这个9月里面 好好的把握 好好的表现 好不好 小小兵们 加油 或者是你是新人 好 然后你你做的不见得是什么多伟大的事 他就是一个呃 执行一些任务 然后呃 蛮需要你有服务精神的 如果你的工作是这样的类型 那你一定能够做的好 呃 在服务业的各行各业努力 可以在岗位上的人 也会被我们看见跟歌颂 比如说你忽然间去称赞了 家里附近某一家早餐店 嗯真的太好吃了 老板娘真的太厉害了 我们将未来会看到很多这样的贴文呢 好这是金星 然后再来就是哎 这个月也是水逆月 9月10号 9月10号 还有10天了 水星就要逆行了 虽然9月10号才逆 但是我想我们应该已经快要感觉到那个逆的氛围了 因为前面会有停滞期 停滞期就是他的速度会减慢 虽然他的度数也还在跑 我们这个月他会从天平的5度跑到9度 跑4度 跑4度 在10号之前 10号之前跑4度等于两天跑1度咯 所以如果你是9号5度到9度有心的人 你就会被这个水星打到哦 这个你应该会对伙伴关系特别有感觉 你会知道有的好伙伴可以补你的不足 可以帮到你不好的伙伴扯你后腿 然后让你伤神 蛮多同学给我前两篇水星天平文的回应 我就知道应该蛮多人是困扰 是困扰 你可能更感觉到那个扯后腿的力量 然后他也会让我们这个整个社会去反思这个婚姻关系 不是很鼓励大家生孩子吗 不是很鼓励大家结婚吗 那婚姻关系 然后他可能也会让我们反省或省思法律的问题 什么法有没有涵盖到什么范围 是对我们有帮助的还是没帮助的 比如说判了死刑还不杀 这一类的对法的质疑也会出来 那些水星天平也会使我们判断事情的时候 会讲究平衡 会在意平衡 包括包括 我有时候看到我家墙上的画 我就会忍不住去看 好像不太平衡 平常走过去走过来都没在看 水星天平就会看 然后看到桌子的布局 就会忍不住去瞧一下 你知道水星天平有洁癖吗 有完美主义吗 其实都来自于这个平衡 他就会忍不住动一动 他不是为了完美 他是为了平衡 知道吗 各位给我们 那个是什么 鸡腿吗还是 生蚝 生蚝 大家都回生蚝 好的好的好的 我一直在看 原来是生蚝 因为大家都在呼应米奖那张图 米奖那张图真的超可爱的 给大家看 我来看一下 我的那个小ipad mini pay 对呀 我的那个推送大家来 哎呦讲20分钟了 要命了 我真的觉得我很啰嗦 不好意思 先给大家看 好可爱呀 这张照片有没有看到 米奖在这里等大家哦 好可爱 有人期待九月 运势吗 有的话就 按生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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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耳朵应该很痒 好 来 再来就是 我们说了 九月十号水星逆行 然后呢 对 他会在 呃 九月二十三好就是秋分以后 来 九二十三到十月二号 所以九月的下旬 下旬有大概 十天左右 他会逆回到处女座 哎这很有趣 逆回到处女座 然后又 在顺行 顺行 的也是七天 好 所以有两周的时间 会逆回到处女 现在就是 呃 水星处女的话 就是我们的 合作关系也好 我们的 对于 大家 呃 有没有平衡 有没有公平 这件事情 大家讨论了一轮之后 你可能对 呃 关系有了新的想法之后 逆回到处女 我们就是来处理一些细节 我们难免就要来斤斤计较 我们就会看到看到 我们 就会看到更多支持 我们要分开支持 我们要 呃 改革支持 我们要改变的力量 好 因为处女 水星进处女 你就会不断的看到 不对劲的地方 好 所以 现在改还来得及 如果你想挽留一段关系的话 哈哈 谢谢你们的生蚝 好可爱呀 谢谢大家 好哦 好 那再来就是下旬了 9月23号 我们刚刚讲了 水星 呃 要逆回到处女嘛 以及秋分 秋分就是太阳近天平 秋天正式的到来 新的节气的到来 秋季的到来 它也会让很多事情 翻篇 转变 呃 角色的转变 生涯的转变 而且可能对人生规划 也有一个新的气象 所以很多人说 我什么时候转行 我什么时候转 如果你早就有这样的计划 OK 那我觉得秋分是一个好时机 因为你错过秋分 你就等冬至 错过冬至 你就等春分 这样知道意思吗 也是一个 每一个人可能都会 你自己脑子也会转一个季节 就是 是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了 就好像秋天了 哎 我们要开始把秋冬的衣服拿出来 妆也要改变一下 嗯 冷气可能也可以关掉 之类的 你一定会有很明显的转变 那就发生在九月下旬 九月二十三号 这个节气前后 所以你知道除了季节改变 他一定也会引发一些事件 在我们的身上 嗯 对你来说很可能 嗯 关系进入到一个 新的阶段也好 或工作进入一个新的状态也好 或什么要收了 什么要开始了等等 然后再加上水星逆行回处女座 所以九月下旬 气氛又会有一个转折 再来就是九月底啦 九月二十九号 金星进天平 各位现在水星在天平 对不对 太阳在处女 水星在天平 水星在天平 我们已经这么有感觉了 更不要说九月底 九月二二十三太阳也近 太阳近天平 水星天平 太阳天平 然后呢 金星也天平 所以十月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因为天平是开创星座 只要有星进入开创星座 就是事情很麻烦的时候 我觉得处女的时候 这种所谓的工作多 都还好解决 工作嘛 你只要还健康 然后你愿意努力 就任命把它做完 可是到了开创星座的时候 那就不是认不认命的问题 到了那个时候就是 每个人的生活都要转变的问题 所以也许我们就会面临到有人要离开 啊怎么办 整个机器的运作就会出现问题了 或有人要跟你离婚 怎么办 你的人生也要跟着聚变了 那种牵连的关系 那种对战的感觉 开创星座 都会牵涉到有点 互相 逗 叫嚣战争 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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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啊 风向星座动起来 有没有人已经开始 也安排了旅行的行程呢 因为申恒昌 大家如果有出国都知道 这机场最大免税店 这个品牌 他们 这疫情期间 有没有很怀念 有没有很怀念 我们出国总要带个伴手礼 我们飞机上需要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也很想要买免税品 对不对 申恒昌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那现在九月份 是他们的周年庆 所以他们就有很多活动 那这个活动就来我这边置入啦 然后他主打什么呢 不用出国也可以逛升很长 OK 实体店跟线上店都很好逛 而且他们最近因为 九月份的周年庆 他就会祭出非常多的大礼哦 来 首先第一个 有没有加入他们的会员呢 如果有加入会员 尤其是九月份加入 马上给你百元抵用券 跟i rent租车时速60分钟 就是说你可以免费租车一小时 i rent租车 然后入会也送你i reach点数250点 就是说你买东西有点数 他又在赠你这个250点 然后就可以让你在买东西的时候 得到很多优惠跟折底 就品牌也优惠 然后购物金也可以折底哦 那官网玩游戏的话 升恒昌的官网玩游戏的话 他周周送大礼 怎么样的大礼法呢 来 各位 送你coach包包 每周送一个 每周送一个大礼 大礼有包包 我刚刚看了一下 我刚刚觉得这便当带很不错 人家是宝宝 是名牌宝宝 他一万四千多耶 一万四千多 一周送 有时候送你包包 有时候送你来 Dyson的吹风机 Dyson的吹风机送你 就是升恒昌的手笔 OK 然后或者是这个挂烫机 出国很需要的 带在行李箱里面 如果你想要衣服漂漂亮亮 挂烫 把衣服烫得漂漂亮亮 或者是巧克力 来 Votiva 还有这个是 来 升恒昌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巧克力 哈哈哈哈 我都会忍不住去买个巧克力 也送你 你看巧克力好实在好多哦 妈呀 这就是在那边买的 好处 送你嘛 对不对 好哦 哇这个上官网 玩游戏就会送你这些礼物 那我们 如果你是我的占星帮粉丝 你要去加入 透过我们现场的连结 15号前哦 不能等到15号后 15号前 透过我们的直播专属连结 可以再抽5000元的购物金 我们会送三位哦 所以只要你输入了 我们的用我们的连结加进去 我们就会在里面抽出三位 送你5000元 是不是很棒呢 加个会员吧 那我们实体优惠的活动 如果你去实体店面 比如内户就有一家 其他据点的话 各位到官网去查询 看你家附近有没有 你到那边的话 有全额 有那个满额现底回馈10% 如果你达到他的满额证的话 他可以现底10% 然后指定日期最高回馈 可以到达12% 就是有折扣活动了 那全款满额加证米其林餐厅 如果你买到那个额度是够的 背送你米其林餐厅的餐券 以及国内旅游 环岛旅游体验优惠券 好不好 就是蛮大手笔的 我觉得米其林餐厅跟环岛旅游 那如果是线上的话呢 请到官网 好吗 线上的话呢 也有周年庆的活动哦 线上购物可以 那他的好处就是直接宅配到你家 那最强有30%的折扣优惠 这个就厉害了吧 因为线上不是实体 那他的优惠就更多了 那欢迎大家也到线上去逛一逛哦 也很好买哦 那我们的直播抽奖 我们今天会送出三位 三位 我们就送挂烫鸡 OK 下个礼拜四 9月8号 下午5点 我们会公布得奖名单 那你就 公开分享我们的直播 以及留言说 你对机场的回忆是什么 我如果要留言的话 我应该会写食物不是很好吃 不好意思 可是这段时间 所有的餐厅应该也都很辛苦吧 都会换一换了吧 对不对 要不要趁这个时候 重来一次 嗯 我们线上已经有六千位同学了 好 我们谢谢盛盛昌的置入 我们也欢迎大家赶快去加入他们的会员 然后可以得到很多的优惠跟抽奖 那我们这个直播分享也可以抽奖哦 我们待会就进入火象 太阳上升 如果落到了母羊 狮子 射手的同学 来 这个因为我们是火象 本来就是作为一工五工九工嘛 所以我们风向的大三角 风向的大三角 将会落到了我们火象太阳上升的风向宫位 所以所有火象的人一定都有感觉到 应酬变多了 火象太阳上升 你是牡羊 狮子 射手的话 应酬都多 活动也多 要化妆的机会多 要见人的机会也多 见到人 见到人 那亦或是有人来拜托你什么事 或者是你要去拜托别人什么事 这种人的交会越来越多了 当然在这种时候 也是我们可以主动出击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 这三颗在风向宫位的心是火星 水星跟土星 土星当然让我们之前暗兵不动的那个部分 现在需要这个火星跟水星来活化 而且更不要说接下来太阳在下旬的时候会进来 也会进来我们的风向宫位 然后金星在月底的时候 他的主打是在十月 金星的主打是十月 所以他月底的时候也会进来 所以我们的人际关系只会越来越旺 越来越推动 然后越来越重要 所谓的越来越重要 就是现在还只是一个周边 可是不久的将来可能你要见的咖越来越大 然后你可能要现在还只是电话联络 线上这样讲两句话 日后很可能就会有更强的连结出现 那当然对我们太阳上升在火象的人来说 我现在还没有个别哦 我现在只是讲一个大概 对我们太阳上升火象的人来说 这些人际关系也会带来你想象不到的变化 就好像台风要来了 不知道会造成什么 这样知道 想象不到的变化 因为它一定会影响你的生活 比如说倘若这些都是贵人 你也hold的很好 哇那真的是 他可能会第一 带你去领略一个新的领域 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在那边等你 这是一个 那你是不是就多了很多可能性 是不是 这个可能性不是你要来的 是人把机会塞到你面前 参考看看你要不要啊 因为毕竟每一个人还是 以及你可能也会刺激别人 太阳上升火象 你也会刺激到别人觉得 我觉得你这点蛮好的 所以你可以做什么耶 你不觉得吗 然后你也莫名的替自己争取到很多机会 所以火象太阳上升的人 我真的建议你活泼一点就对了 多跟人交汇 你不会吃亏 好 有同学开始分享 你们对机场的回忆了 很想念机场有没有 我就很想念 这两年都没有出国 不知道为什么就哭了 没有出国有什么好哭 我在家里陪猫咪也挺好 猫咪都已经习惯我在家里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是觉得很伤感嘛 因为这两年不能出去哦 对很多商家 对很多靠着飞 靠着机场过日子的人 行业 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辛苦 对机场的回忆狂买免税品 我有一阵子 我所有名牌都是在机场买的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在台湾没有什么机会出去逛街 反而在机场 因为等很久 我就会在那边买东西要乱买 然后买很多都一样的 因为机场卖的也不会是很特别的款式嘛 所以就是很保守的 然后很OK的 然后就蛮多款式都差不多这样子 出国就是要 哦 去年七月听到双鱼游海外的运 我已经在新加坡一年了 好的 我们来进入个别 火象的牡羊星座同学 好啰 牡羊星座同学 首先第一个 你们应该是非常忙 我没有进入你们的风向 我先进入你们的土向 因为现在太阳在里面 金星也在里面 好不好 不不不不 金星现在还在狮子 我们金星5号就进处女了 冲冲呼 5号是什么时候呢 下礼拜一 他就进处女了 所以你现在觉得很忙 下礼拜会更忙 好不好 下礼拜会更忙 但是会忙得很开心啦 应该这么说 也就是说你现在可能在工作上 已经第一非常的有表现了 而且你总是能够在小地方立大功 然后牡羊星座不管你是大人物 还是小小小兵 还是小小兵 你在工作上的表现都是很出色的 很可能有那种 已经有一种小组长的气势 就是一群人里面 做得挺好的 然后也很容易成绩被长官看见 你也开始有一种方向感 所以如果你在找方向感的话 你可以在工作里面找 可是回过头来 对牡羊座来说 老实说累得开心吗 是开心 但是也真心的很累 也真心的很累 可是呢 可是亲爱的 你的守护星火星 守护星火星是在三宫 这是一个好宫位 我说真的 所以从这个七月开始 一直到明年的三月 我不是说火星在你的双子 待上好久的时间 所以我相信所有的牡羊星座 这段时间人际关系都非常非常的活络 主要是火星这颗星 也是你在这边很有企图星的 所以你也很容易就成为一群人里面 就是三宫领域里面的领袖 比如说同学们之间的领袖 或者是一群人的 或者是在教学 说话 主持 导览 演讲的领域里面 你也可以成为一个领袖的人物 一个像领袖一般的人物 因为你的守护星在这里 然后你能够在未来的到明年三月 未来的六七个月的时间 在这里开创出一片天 然后你也充满了兴趣 对牡羊星座的人来说 你对于各种领域里面的可能性都很有企图心 应该这么说 所以我相信牡羊座会把这些机会好好的运用 然后你也会认识很多厉害的人 然后这些厉害的人成为你的朋友 然后你也在那些朋友心目中很厉害 那所以这个风向能量的活化 对你来说算是一个 某种程度以三宫来说是好消息 长远来说是好消息 你会交到很多新朋友 那但是呢 但是另外两颗星就不妙了 尤其是水星要逆行 然后以及土星在十一宫 所以对牡羊星座来说 你还是会有你心目中很难沟通的人 那个人应该是靠你很近的人 比如说他就是你的另一半 或他就是你的合伙人 就是这么近 就是这么近 或你一定要跟他对道的人 你就会有困难度 如果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当然就没有难度啦 是不是 可是偏偏 你最近还是得要看人脸色 呵呵呵呵呵 牡羊星座 看人脸色这件事嘛 一定是因为对方有能牵制你的地方 比如说你还得尊重他啦 合约还没有解除之前 你还得尊重他 然后他还能够影响你 或他说什么会让你很抓狂 可是你又不能生气 你又不能生气 一定会有这个情况 或或者这个水星要逆行的这个部分 就是你很靠近的这个人 他是有纠结的有麻烦的 然后你也要去安慰他也好 陪伴他也好 然后你自己没有什么纠结 你朋友运很好 可是他很纠结你要陪伴他 你也跟着很纠结 你总是从他那边听到比较狗屁道兆的事情 这也某种程度 他也是带晒了一些些你 带晒了一些些你这样子 这个就是你的水星在气功 可是你甘愿吗 你是甘愿的 你是必须的 你是不得不的 所以太阳上身在牡羊的人 就是会在这个地方 学习一下 维系这个人际关系 而不是什么都你说了算 你如果什么都你说了算 牡羊很潇洒的 爱怎样就怎样 我无所谓 可是不好意思 我现在这颗水星在这里 而且要两个月哦 所以危机 转机 状况都来自于这个夫妻宫的水星 所以你的确要关注一下水星 什么时候逆行 什么时候逆行的时候 10号的逆行 我们10号的时候 大概快要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做一个直播好吗 我们好好来讲水星逆行 我们现在只要放一个心思在这里 就是你有可能跟对方沟通不了 你很有诚意要沟通 但是会遇到撞壁的情况 或者是对方说的话你不理解 或你们的沟通会有落高的情形 或有激同压奖的状况 但是我们心里都很明白 没有人是坏人 大家都想当好人 大家都想好好表达 也都很想维护这段关系 所以有那么一点 现在可能还在 很能协调的模样 可是如果你们之间是有什么问题 我想逆行的时候就会显现出来 真的那个真正的 会在哪个点上激同压奖 就会显现出来 那当然也是在提醒你 这个地方 你可以想一下 要怎么去克服它 这是一个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土星在十一宫 这件事情 土星在十一宫 所以所有的母羊 星座的同学 你多多少少会对 网路或社群或者是所谓的 你混哪一个圈的这件事情 你是有包袱的 有责任感的 说不定你正在闯一个很难闯的圈 然后这个圈也可能不太友善 那么可能有个门槛 有个壁垒 你很难突破 然后或者是成绩不见得很好 或者是甚至有一种被排挤的感觉 有人默默的在那边 这个母羊座 排挤他 我们不要让他进来 之类的 有时候母羊会遇到这种情况 那如果有这个情形 我觉得你只能用时间来换 我所谓的用时间来换 比如说 或者是用能力来换 因为这就是土星 土星就是你要跨越那个门槛嘛 你是不是要有坚强的实力 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 那难道不需要时间吗 你得证明你行 就好像我早年 大家都觉得你就是算命的 那我觉得我不是 那要怎么证明 就我一边喊就可以证明吗 当然不是啊 我得写二十年的书来证明 所以要证明土星造成的障碍 你得多花点时间啊 你可能不用到二十年 两年啦 一两年是需要的 所以要有耐心 如果你很想在一个新的圈子里面闯荡 或你想让这个新的圈子接受你 习惯你 需要一点时间 它比较不是让你可以走有耐心的路线 不过幸好你有水星在七宫 你有火星在三宫 你有朋友可以帮忙 所以你如果想突破这个门槛 最近的两个月你可以找朋友帮忙 朋友能帮到你的吗 比如说很红的朋友 很红的同学 很厉害的合作关系都可以帮你推一把 或者是有人跟你挂保证 在未来的两个月都是有机会帮你在人际关系上做一个突破的 让你在圈子里面混得开一点 没有那么闷 这样知道 好 那这是你的风向 那当然 回过头来 我们说到现在太阳生活主场景就是在处女座 而且会待到9月23号 所以我相信现在的太阳上升母羊的同学都忙得要命 而且巨细迷遗大小事都要忙 然后时间表排满满 你一定很忙 你一定很忙 而且那个忙有一点像牺牲奉献 就是没有人要做所以我来做 然后或者是我自己的提议我只好自己扛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或者是有时候会问号 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惹这么多的事呢 不懂 但是同时间你边做一边又有成就感 好了那牡羊座这个六宫这么强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求职运很好 所以如果你在找工作 最近有这方面的怎么说呢 比如说同事介绍啦 或者是你因为工作表现出色 你可以跟你可以有机会被挖脚 或者是跳槽也可以跳得很顺利 如果你有机会跳槽的话 记得你要活化活用你的人际关系 那当然你有可能过劳 所以请注意你的身体健康 因为你忙忙忙之余你可能发现 第一餐居然是晚上七点才吃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牡羊星座常常忘记吃东西 然后反正你们是勇动机啊 你们真的可以拼得还不错 然后多劳多得嘛 所以你也告诉自己 尤其是有一些服务业的人 就是算终点的 或者是有成交就才有钱 你当然是很愿意付出 也最近成就感也很高 可是你会过劳 你可能开始火气大啦 你又开始身体腰酸背痛 回到家没工作的时候 你就开始生病腰酸背痛 或肠胃怎么样 有没有 这个就是对你来说 是很不利的一个情况哦 那还有 也包括就是 那个身体很容易有过敏的情形 应该就是什么 吃到不干净的东西啦 或者是内分泌 失衡失调等等 这也是太阳上升在牡羊座 很容易有的问题哦 不过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是你医疗运还不错 你会遇到好的医生 然后最近旁边的人 应该也跟你聊聊天会聊到 哎你的健康如何 对不对 旁边也会多关心一下你的健康 所以如果有什么毛病 是很容易被检查出来的 然后也能得到好的治疗 所以我会赞成 母娘座的同学 这个九月照顾一下健康 因为你十月会更忙 哈哈 我好像在下诅咒 好我们来看金星 金星进六宫的话 是蛮有这种 尤其是五号以后 进六宫 所以我们说感情 你的七月份感情运 应该就还不错了呀 八月份 八月份感 我们已经到九月了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 九月过完什么意思 十一十二 我们就把2022年过完了 我很害怕的 2023年就来了 对不起 不是说2023年很可怕 而是2023年我很怕 母星跟天王星 合在我天蝎的夫妻宫 我很怕 OK 好 母羊星座 有没有可能分手潮呢 有 有 你心里默默的也会对 这个人怎么这么瞎的 这件事是有看法的 这样知道 所以也许有些母羊座的人 不过 你们 因为现在很忙的关系 也没空去处理这个人际关系 除非对方很过分 或对方主动提 对方会主动丢球 很多问题都是他丢 你接 他丢 你接 所以如果真的困扰到一个程度 你才会去因应吧 这是母羊星座在遇到人的问题的状况 是这样 好的 那感情我们刚刚讲有职场爱情运 有职场爱情运 所以尤其是九月五号到二十九号之间 所以这就是九月啊 就是九月 在工作上接触到的人 哎 有没有人的怎么说呢 你蛮看重他在细节方面的表现 你会被很小的地方打动 不是说什么哦 他要长得很好看 他要多么厉害 就是一点小小的 比如说在你咳嗽的时候 他马上就把衣服脱下来 盖在你身上 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 一种很不经意 或者一起过马路的时候 他保护了你之类的 母羊座就可能会动心 小地方小动作 被保护 被帮忙 被照顾 小小的善意 就可以感动母羊座 最近肠胃不好 嗯 瞎到懒得互动了 老师好像瘦了 有有有 我瘦了一点 没有瘦很多 我最近 两个月停在这里 最近两个月才多减了两公斤而已 也算蛮了不起了 好的 再来就是狮子座 太阳上升在狮子 那你就跟我一样啦 金星现在还在我们家哦 所以你还可以享受到五天 到下礼拜一 金星就走了 就离开我们狮子座了 讨厌 这段时间 我 我 我金星 让我化妆技术 大要紧 就是我居然开始玩其他颜色的眼妆 本来都是画咖啡色嘛 大地色系嘛 然后最近我开始用绿色 蓝色 就是 金星 哪来的自信 这样子 就最近蛮有自信的 而且也有很多好消息传来 比如说 很多人就会说 老师上了你的podcast 我的生意就变得很好 我的那个知名度就变得很高 或者是舞台剧的票就卖光光了等等 我就觉得好像被人家肯定了的感觉 很多狮子应该都会感受到善意 有没有 尤其是你也过生日嘛 上个月的时候 那当然 我们先来讲 风向 大三角 形成在我们哪里 好不好 风向的大三角 也在我们的风向星座 风向宫位啦 但是我们的组合就跟那个 跟那个上一个不一样了 比如说 同样的兄弟姐妹宫 母羊星座是火星在里面 那我们狮子座 太阳上升的人是水星在里面 所以我们的兄弟姐妹一定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朋友同学一定有什么问题 近月远来都来找你 因为水星即将要逆行 那难免你也有可能开同学会 或者是跟学弟妹 或者是有机会回学校看看之类的 因为三公马 水星逆行在这里 那他就会用他的方法来运作 尤其是我们刚刚讲 我们要找到新的突破 就跟三公有关系 我们也会把心力用在这里 所以牡羊星 狮子座太阳上升的人 你会很照顾你的兄弟姐妹 或者是最近真的很关心他们 关心他们的状况啦 关心他们的很多事情啦 你很想帮助他们 或他们有事情要来请教你 要来请你帮忙 如果你要去帮助你的同学 或者帮助你的兄弟姐妹 以狮子座来说 他们的问题都是以前的问题 以前的一些状况 然后来到你面前 因为水星会逆行的关系 所以有几个 第一个兄弟姐妹的老毛病 老问题会来请教你 或请你帮忙 那你也会去把老朋友 老同学挖出来 或你被你的老朋友 老同学挖出来 九月份 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是挺热闹的 那当然我们说到这个水逆 比较不好玩的地方 就是人情事故 比如说也许 你欠了谁的人情要还 或 你 近月远来 老朋友老同学找你 是要请你帮忙 这就有点困扰了 因为你也不是谁都能 谁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生命力 不一定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水星的逆行 还蛮值得我们推敲一下的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说话跟表达 因为这个水星在三宫 三宫就是讲话 就是主持 就是演讲 就是学习 那水逆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有可能去 有 你知道我最近去干嘛吗 我最近去眼镜市场配眼镜 因为我想看清楚一点 我最近有很多看书的任务 然后也真的 比如说凯隆心 我也要赶快让自己的那个加强一下 因为我在会员区讲凯隆心 那都很需要看书 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我要去把眼镜配好 然后发现度数涨很多 度数又加深了很多 这也是跟我的三宫有关系哦 阅读 学习 我有老毛病 需要把它做一个矫正 然后你水星在这里 你也可能什么 买车 卖车 因为你又有另外一番的思考 你可能买车了 然后又觉得我需要车吗 是这一类的 然后水星会在这里翻来覆去 而且不久的将来太阳月底 9月23号太阳就会进来 你就会做决定 你现在先思考一下 你需要车吗 然后金星也会进来 在9月29号 然后那个时候是秋分 所以我们的新开始都跟这个三宫有关系 我们生命当中的主角也跟三宫有关系 所以我们的以人来说兄弟姐妹跟朋友跟同学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新开始的推动者 你也可以透过推动他们来彰显你要新开始 而他们是强而有力的一个存在 他们也能改变你的命运 你改变他们的命运 他们也来改变你的命运 那再来就是火星 我们讲火星十一宫嘛 那就是你 我说过了太阳上升在火象的人一定有很多的应酬 狮子做同学一定也有很多的邀约 然后你就会去你不常去的地方 像我 我就是一个案例 我就是一个案例 我已经有我很习惯的场域了 比如说礼拜一到这里配音 礼拜二到那里主持 礼拜三到那里当专家 我都有一个固定的行程 可是自从火星进来以后 我很奇妙的邀约就变多了 我就要去这个签书会 那个签名会 那个演唱会 这都不是我平常的活动 所以太阳上升狮子 你下半年有非常多这种你平常没有的活动 而且是可能大型活动 然后可是为什么要去呢 因为盛情难却 朋友邀约 或这个活动很有趣 所以你去 然后 去了之后 更巩固你们的友谊 巩固了之后 你以后也可以勒索他回来 你是为了这个去的 是不是做同学 所以应该要去 你投资少少 未来赚很多 他欠你 人情欠大了 以后当然得还你 而且更不要说 你还会 因为参与而 跟很厉害的人连结 你会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 遇到或认识 蛮厉害的 佼佼者 大家就开始串联起来之类的 都是精英型的人物哦 是不是 所以太阳上升狮子的人 我觉得应该要多参与 大胆一点 因为很多狮子 不好意思 觉得我可以吗 我能做得好吗 No 你人来风 你一去就好 最多做这些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也有 举办大型活动的机会 那我也蛮鼓励的 太阳上升火象的同学 有机会就办一办嘛 应该蛮风光的 应该有机会一炮而红哦 嗯 或收获口碑 哦原来你这么会办活动 哦原来你上台这么风趣幽默 哦你这么厉害 哦你怎么这么效果这么好 哦这一类的 简单讲这两个月 这未来 这个火星有七个月到明年三月嘛 欢迎你当个综艺咖 这样子 你知道吗 你是你不是演艺人员 但你可以在生活中 成为一个综艺咖 你自己都很莫名其妙 哇原来我也可以嘛 嗯 还蛮有趣的 哦是不是 再来就是我们的土星咯 我们土星在七宫 我告诉你 你会也是人际关系 而且是重量级的人际关系 对方很可能是长辈 是你的责任 是 他可能是个专家 有他的场域 有他的 嗯 厉害的地方 你也不可能说不 所以一旦 有关系良好的长辈 说什么 你是不可能推掉的 你很容易遇到这种状况 好我们很容易遇到这个状况 然后 这个土星的夫妻宫 也彰显出了很多 狮子座 就是嗯 你见的场面越来越大 然后你hold不hold得住 你有没有这个胆 其实我基本上觉得这个配置蛮好的 对狮子座来说 这个人际关系配置就是说 嗯 这其实是蛮有贵人运的意思 太阳上身狮子 这样知道的意思 所以不要害怕 狮子唯一的缺点就是遇到了这些事 除了自己的同学兄弟姐妹 你很敢跟他们玩在一起打成一片 不用怕得罪他们 还可以帮助他们 其他两刀人都让你很有压力 可是其实狮子座不用有压力 你OK的 我要鼓励你一下 是你自己把他想的太可怕了 或把他想的太太担忧了 你知道有一种狮子胆子很小 哈哈哈 那我要鼓励你 好那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太阳生活主场景 生活主场景 目前在我们的二宫 所以所有的狮子座同学 第一个你一定有 嗯 我们说二宫嘛 跟身体有关的 呃 事情 第二个跟钱有关的事情 所以一来 像 的确我最近一直在处理钱的事情 这个要不要扣款 那个要不要缴钱 然后 而且二宫 除了钱 除了身体 也跟数字有关 所以你最近也对数字很敏感 有没有 啊 比如说我们在演艺圈 我们就会在乎什么 收视率 收听率 嗯 会员有几个 然后 按赞数有多高 哎 我们二宫就会在意数字 所以所有的太阳上升在狮子的人 哈 你可能就会被数字给牵制 或你可以用数字来 去找到很多的线索 嗯 或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我 这个 在九月二十三号之前 九月二十三号之前 我一定要 做到多少业绩 我一定要做到什么 哎 你给自己定这个目标 你就 你就 能做得好 你会为了数字而努力 不是 数字啊 我用数字这样的中性 或为了钱而努力 钱也能够勾引狮子做 所以如果有什么事要找狮子 狮子看起来 异性来生 你只要告诉他 这样可以赚两万哦 哎 他可能就 哦 这样子 好 呵呵呵呵 你可以用数字来勾引狮子 那很多狮子最近也在处理钱的事 所以钱的多寡 嗯 或者是 价值判断 比如说我有一个狮子朋友 正在租房子 那他就会 宁可到蛋白区去租 一个很远 但是 比如说还有两万块 他就觉得那个房子 就是看起来大楼有管理 然后 可是这两万块 如果要租在蛋白 蛋黄区 就只能租一个小套房 再大一点点 他就说 他就跟我说 嗯 那个CP值是不一样的 那住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看 狮子座就会有这种判断 多少钱换到多少东西的判断 这当然也很值得我们省思啦 最近你的确有花钱如流水的倾向 你可能就是会想要买好的东西 然后 或者是 的确有很多账单要出现了 然后也会让你看到 哇 哇 要付这么多钱 我得加紧努力 这也是你 认真拼命的缘故 也是这样 所以你是劳动 你不是运动 太阳上升狮子 那你要注意哦 你这个劳动也要看你的情况 我们只能这么说 如果你在这个九月份 你可以把你分内的事情做到好 哇 那你身体 那你身体真勇严 但是你一定也意识到了你身体有没有勇严 比如说 你你感觉到累了 然后你眼袋开始出来了 你皮肤开始变叉了 你就知道你太累了 你过劳了 知道吗 你有机会搞定 因为你现在会遇到蛮专业的 蛮认真的 很有服务意识的人 会帮助你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的金星 我们讲讲到感情 大家都很在意感情嘛 对不对 好 那讲到金星的话呢 我们在我们的二宫 所以感情这件事 我觉得开关在狮子座自己的手里 这一点是蛮讨厌的 你喜欢他 可是狮子座会纠结在自己的喜不喜欢你 所以狮子座如果不开放 就没辙 这样知道 或他会有他想要的一个感情关系 他会显得很固执 所以他的感情方式不受外界的影响 所以你要追一个太阳上的狮子 你要用他的方法追他 如果他现在很忙 他告诉你我没空 那麻烦你等有空的时候 没有什么笑感动天这种东西 就会显得他头脑很硬 然后最近也会感觉比较难沟通 太阳上身狮子的人 尤其我们这个月 这个月份水星逆行在三宫嘛 是不是 你跟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我们再说一次啊 虽然越来越往好的方向前进 但是但是多多少少 辛仇旧恨也是会出来的 比如说跟谁比较好 跟谁比较不好 不好的原因是 因为大家都想跟你好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把你觉得 那个成年往事吐露出来 我觉得这样才有办法进化 跟活化你们的关系 所以一样的哦 在感情方面也可能要突破一下 狮子座的心魔 狮子座只要还有心魔 他就会裹足不前 没关系啦 九月 九月就比较固执一点 我觉得可以看十月 十月可能就不一样的气场 跟不一样的心态 比较自信 也许就能迎接感情的到来 好我们九月份先好好努力 好再来是火象的射手座 射手 太阳上升在射手座 我说过了你们会活化人际关系 但是这个配置我觉得是比较不妙的 是三个火象里面的配置比较不妙的 为什么呢 首先我刚刚讲狮子是比较多贵人 然后可是射手是比较多敌人 嘿嘿嘿嘿嘿 为什么 第一个火星 火星从七月底进来以后 是不是七月底啊 我这个差不多小姐 对啊七月 七月中 八月八月对不起 八月底 八月底进 因为我一直把现在当八月 火星从八月中底那个时候开始进双子 到明年三月对不对 他进的是射手的夫妻宫或敌人宫 所以啊你的合伙人也好 你的对象 火星特别明显 当然有几个地方啦 就是你 一个是往正向的能量讲 你可以主动的去 你的合伙人火起来 火 红了 夯了 火跳跳了 呃 或你很主动想在这里 攻城掠地 你很主动的找人跟你合作 然后合作出一片天 这是往最正向的方向讲 但是往负面的方向讲 有没有可能呢 因为毕竟这一次的火星是会逆行的 他会去 然后又回又去 才会待七个月嘛 是不是 所以你的合作关系 合伙关系 夫妻关系 现在都在演化当中 因为为了是要做一个调整 为的是要做一个调整 所以你的合作关系一定有变化 而且那个变化是火星的变化 然后也 如果是要彰显问题 他更可能像是火烧起来 比如说对方对你很有意见 或对方一直在惹毛你 或对方一直在攻击你 你会比较感受到这个部分 也许是一个对象 也许是好几个 我们说过敌人嘛 尤其是射手座 射手座一向表现得很好 呼风唤雨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谁看你不顺眼 对不对 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合伙人 有时候敌人真的不知道在哪里 而且这个敌人是直指核心 炮火猛烈嘛 因为是火星嘛 他想把你干掉啊 或想惹毛你的人 他真的很能惹毛你 话也一定可以说的很准的 把你给惹毛 或有人就是要惹毛你 他就是故意 故意讲一些难听话 来攻击你 有没有可能呢 也有可能 所以对于射手来说 这个火星 这个火星 我们说火星什么时候逆行呢 十月 十月逆行 那他在十月的中旬左右 他就会有一个停滞的效应 所以他这个炮火的猛烈 会一直猛烈到十月中 十月中 对很多射手来说 都是一个算挑战吧 如果是炮火的话 那如果是合作关系 你想跟大家 拉勒在一起 或者是赶快谈成什么合作 你的主动积极性 火星也会在十月中之前 赶快创造出一个场面来 一个局面来 会让人刮目相看 那当然火星也意味着 多多少少 你也很怕那种很直的人吧 应该这么说 因为很直的人讲话就是 直指核心 也会让射手座头很痛 我有个朋友 他是射手 然后他就是没有照顾身体 去看医生 他就说 其实是小问题啦 其实是小问题 比如说皮肤也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看了 然后弄得也很严重了 一大片了 才去看医生 他为什么不敢看呢 因为他就是觉得 我这样一定会被骂 我拖到现在才去 然后拖更久 不就被骂得更严重吗 就是你知道射手座 也有这种讨骂哀的行为 到明年哦 到或者是到十月中之前 你都有这种行为 所以不如早点面对现实 早点去看医生 挨个小骂就算了 不要等到挨大骂 OK 然后以及火星当然也会 让合作关系起了一个变化 就是众说纷纭 或者是变成一个状况 所以我才会说 他不见 他有点像范小仁 范小仁 然后再来就是水逆 水逆在哪里呢 水逆在十一宫 十一宫是一个什么地方 水逆已经话都说不清楚了 很难解释了 然后十一宫又是大众 众说纷纭的宫位 所以很多射手座一定会有 谈资就是比如说大家 什么事情被大家拿去谈论 好或不好都会被谈论 如果谈论好的 如果对方是友善的 那很好啊 就会因为射手也在拓展你的圈子 也在加入了一个新的圈子 跟新的形成一个新的势力范围 在新的领域里面也做的挺好的 那挺好的话 你的过去的丰功伟业也会被拿出来说 你这个好 那个也好 你就是这么好 可是如果 如果这个地方是在八卦你 然后也不准备说你的好呢 他们就是在闲话你呢 那你的过去 就好像明星的八卦一样 过去交过什么女朋友 然后有几任 然后有什么是劈腿的 然后也可能被拿出来回顾一番 这样知道 尤其是回顾你的合作关系 因为水星在天平 合作关系合伙关系 然后这个 你看 都会是一个蛮话题性的 对射手座来说 那当然我觉得射手是火象星座 火象星座最好的方法就是 以不变应万变 或者是求来就打 应该这么说 你应该高兴自己 能见度还蛮高的 你的守护星木星可是在武功 只是说现在逆行 逆行到什么时候呢 什么时候顺行呢 来来来 这个木星逆行 你现在这个月份是七度 逆回到三度多 所以如果你的心 你有任何 你是射手座 你有任何心在 三到七度之间 你就是士主 你就是会被你的守护星 逆行打到的士主 可能因为太风光了 而被 而被怎么样 太风光 或最近的确是有抛头露面啦 有一些活动啦 有一些站上舞台 蛮有表现的机会 那我们刚刚讲到逆行 什么时候结束呢 也是十月 十月底结束 十月二十六 二十八号 十月二十八号就顺行了 要等到十月二十八 有两个月哦 还有两个月要忍耐一下 你的守护星逆行就多多少少 有一点像是你是被牵制的 连守护星也帮不了你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讨论你 反省你 回顾你 一直讲你的过去 这什么啊 会有一种 哎 不要讲这个了啦 烦死了 我们要往前看 我们要往未来看 可是偏偏现在就是 大家很喜欢把你抓回来 往以前看 你看 当初就是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你看 你以前这个这个也笨 那个那个也傻 这个这个也错 我相信有点闷哦 一直到十月底 加油哦 哦 好那当然这个武功 守护星在这个地方 使你有难见度 使你被人家看到你 嗯 某种程度了哦 人有那么一点 看起来回春啦 气息 看起来也比以前好很多 这是一定的 先姑且不要说这个风向星座 对你来说挺烦的 挺烦的 挺有压力的 可是 哎 你的 look 大家都会说 哇变得很好看啊 或者是你做过的好事情 大家会给你拍拍手啊 你对人是多么的亲切 然后你这个也做得很好 那个也做得很好 你做得很好的部分 是有回报的 是有回报的 因为你知道吗 现在都走现世报的路线 你的好人好事 怎么会没有被人家看见 现在是五星逆行 到了月中就 那个水逆加进来 就六星逆行 六星逆行 报应一定很明显的 你是好报还是坏报 你一定看得见 那就是好好的把它怎么说处理吧 你不可能逃避的嘛 你就好像你会得到好报就很明显的得到 你如果得到了不好的 麻烦事的回报 那你也不得不面对 就要把麻烦事给一一处理掉 尤其是你的对象 你的火星在双子 如果你觉得很刺耳 是因为对方很喜欢说清楚讲明白 把你的过去说清楚讲明白 这时候就会觉得过去已经过去了 不要再什么说清楚讲明白 很不想 但是你会遇到有人一直 一直给这样子逼迫你 真的是很抓狂 我相信是很抓狂的哦 好那再来就是兄弟姐妹公为有一颗土星 这个土星我说真的哦 你如果是还年轻的射手座 你应该会觉得这个土星很讨厌 很有压力 比如说 就是 比如说 兄弟姐妹也好 因为三公是兄弟姐妹嘛 兄弟姐妹朋友同学 一样逆行 唠叨你 然后 牵制你 或者是 给你一些麻烦或责任压力 然后你又不得不 跟他们对应 可是 如果你年纪足够大 你是年纪大的射手 这个土星是好心 你会开始感受到了这个土星的回馈和力量 就好像 你耕耘这个关系久了 那自然就会有有分量的兄弟姐妹 有分量的朋友 有分量的同学 然后他们是会来加持你的 在你遇到台面上的人际麻烦事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帮你站台呀 他们可能会帮你说话呀 他们会给你意见啦 他们会给你帮助啦等等 因为风向公卫人很重要 人也起到了一个 互相帮助 你有猪 你有敌人 但你也有队友 再来只是你的队友是好队友 还是猪队友 我觉得这个土星 很多射手的感受就是有好有坏啦 一定 不是每个人都好 不是每一个土星都好 有的土星就是压力也很大 活脱脱就是你的包袱 可是也有有分量的人 哦那如果你有有分量的朋友 兄弟姐妹 那他给他能给你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可能他只要说一句话 翘一个小指头就可以帮到你 那这个贵人都是你的私下的经营吧 应该这么说私底下的朋友 你平常有没有多交点朋友呢 多交点有用的朋友 或者是你有很有power的兄弟姐妹呢 对射手至关重要哦 桃花运呢射手座是一定有的啦 射手座一定有 而且目前看来还蛮多那一种 嗯 嗯 呀 前任有可能 前任的事情有可能让你想很多 嘿 或者是类似 米讲是不是想上来 没有他在那边说我 哦好好好 他刚刚在这边排回 嗯 待会给我 抱给大家看 好 大家应该很想念米讲吧 射手座的米 几岁 然后展现出来了 包括你自己也 心情也比较平静 哦 你也 重塑了你的生活 比较没有那么焦虑 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图形的好处 有 有点像是一个人认命了之后 或扛起了责任之后 自然而然会有的好处 然后会在48岁以后显现出来 啊 祝各位 桃花运我怎么没有感觉 我是射手 你的守护心在逆行啦 嗯 我觉得什么时候会更有感觉 也许12月 现在的射手 比较胶着 我觉得你会 你应该要把时间用在 把自己弄得更好 这件事情上 你很 你很自恋 你很享受 我变得越来越好 的这件事情 所以这段时间 如果有人喜欢你 也会让你很开心 仿佛恋爱一般 所以 以恋爱运来讲 我们要看的 反而是金星哦 金星在这个月份 会走在我们的时工 所以 各位射手同学 你们倒是有 不错的 金桃花 金桃花 我所谓金桃花是 嗯 他能不能跟你谈恋爱再说啦 但是对方应该是有一点身份 地位 跟 能力 或者是 名声很大 然后会给你贵人运跟加持 对了 对了 射手同学 刚刚讲了人际关系 说会遇到麻烦事或对手 可是这个月份也是贵人运很好的时候 虽然有小人 虽然有小人 但也有贵人 除了兄弟姐妹跟同学以外 你也有大的贵人 你也有大的贵人 比如说 嗯 行业的大佬啦 或者是大公司的背书啦 或者是长官长辈的提拔跟加持啦 或者是跟名人很有这个交汇的机会 因为太阳在上面 金星五号也会进来 所以大人物都来让你彭壁生辉 或让你有一种被保护 然后做什么事情射手座在这个月份做什么事情 也多多少少有点绑手绑脚 嗯 然后形象或名声地位也可能在这个月份焕然一新 是不是 你想要拿出什么样的新形象呢 而且最近尤其是太阳进来 从上个月开 上八月底开始 你就也跟名牌有连结 比如说 呀也许有名牌包可以拎 或者是你自己也想多穿一点有牌子的衣服 一改过去蛮随意的姿态等等 而且以工作事业上来说 太阳未来金星也会进石工 这个状况呢 都意味着有升官运 或名声有往上提的运 或者是有创业的想法 有没有呢 射手现在应该想走微创业的路线吧 好 微创业的路线 就是说 嗯 嗯 不是一定要什么开一个公司 很可能就是 随叫随到啦 或者是有需要我的地方我就去啦 所以你的敬业精神也会为你赚到了很多人的眼光 然后你做事的那个精巧度 专业度也会让人更甘愿 就是你的工作也因此而更怎么说呢 名声在外 然后声名远播 应该这么说 总而言之会让我们感觉到你很有能力 然后你的能力是在于你是真的身体力行 你是真的很有服务精神 你是真的不怕累 这个部分也会让你步步高升 让我们对你产生信赖感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土象星座啦 我现在就是斜杠甜点 网路贩卖接单 哦 陈橘子 谢谢你的分享 就是跟你们的手作创业 跟那个专业精神有关 余奖 哦 来 哦 余奖 来 叹叹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 我们余奖最近有没有又健康又帅气 有吧 尾巴甩的很用力很不爽 但是妈妈还是会抱着你 很不爽 但是妈妈还是会抱着你 可以吗 嗯 嗯 冲你做 大家太久没有看到你了 你忍耐一下 眼睛打开啦 自有必要 对打开 好聪明哦 好啦 待会给你吃一个条条好不好 好 好不好 我们待会就图像星座同学 好哦 班长 好可爱哦 好 我们已经11岁了 刘 他是911生日 呵呵呵呵呵 刚好水逆 好 水逆生日 我到时候再来晒他小时候的照片给大家看 好 6000多位同学在等我晒猫 拍谁拍谁 我们就要进入 嗯 土相 金牛 处女 摩羯的同学 哈 你这脸好臭 呵呵呵呵 他真的脸很臭 好啦 谢谢升恒昌 我们中间 段跟段之间 我们稍微还是要讲一下哦 欢迎大家到实体店逛一逛 也欢迎大家到线上店逛一逛 那我们今天就是鼓励大家 赶快加入会员哦 因为加入会员会有好礼 因为9月份是他们的周年庆 周年庆当然就会有很多的活动啦 嗯 首先加入会员就可以享受百元抵用券 跟iRent租车时数60分钟 就可以免费租车一小时 然后呢 而且进来之后也送你250点iReach点数 那这个点数呢是你购物也可以累积的 那当然就可以带来很多的折底 他有品牌的优惠要把握哦 那上官网的话呢 就可以玩游戏 游戏呢 每周都送大礼 送的就是名牌嘛 对不对 像Dyson的吹风机 也是每周会送出的礼之一 Dyson的吹风机 然后或者是像这样的名牌包 一万多块钱哦 这个礼物都是不小的呦 是不是很水 我刚看了一下我说哇哦 我以为也是要送给大家 没有 还有像这样的挂烫机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也会送出三台给大家 下礼拜一下午5点会公布得奖名单 你只要公开分享 然后留言你很想念机场什么 你对机场的回忆是什么 那就会送出三台给大家下礼拜一公布得奖名单 然后挂烫机 让你出门在外一样衣服很漂亮 然后或者是像这样的名牌巧克力 名牌巧克力 这也是他们上官网的话玩游戏会送的礼物 欢迎大家去争取好不好 那实体店面的优惠呢 像台北内湖有一间实体店面的生恒昌 那各地的这个据点请到官网查询哦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呢 满额现底回馈10%就是再打九折 最高指定的话 指定日期的话最高可以到12% 那还有呢全管满额还会加赠你米其林餐厅 或环岛旅游券等等 那线上购物优惠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线上平台也是参与了周年庆活动 更重要的是他最强会有30%的折扣优惠哦 有一些折扣商品你在官网上才看得见哦 折到七折 然后线上购物会直接宅配到你家 在家里就可以买到生恒昌不用到机场哦 那我们呃 占星邦我们你用连结点进去 我们会另外再抽三位送你5000元的购物金哦 哦 所以欢迎大家加入会员喽 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进入土相星座 太阳上升土相的同学 人际压力应该很大呀 嗯 老师今天雁光四射 我告诉你 因为金星还在狮子 所以你会觉得我雁光四射 哈哈哈哈 因为就在我的命宫嘛 啊 金星在命宫的这段时间 大家都说我好漂亮 谢谢哦 哈哈哈哈 米蒋很蓬松 对啊 他的毛 我觉得他的毛越来越厉害了 不像个十一岁的猫 今年金勇做工作不是很好很辛苦 老师有办法吗 没有办法 金牛座我们该变就要变 嗯 老实说天王星在金牛座的这段时间 真的不轻松 然后也让金牛座变身成赛亚人 有可能啦有些金牛座就是不得不变 然后或者是你的变化也让大家跌破眼镜 所以如果你是用主动的方式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金牛座 你是用主动的方式去求新求变的话 我想反而比较好 但如果你还在我们刚刚之前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想离开舒适圈 尤其是金牛座 金牛座可能是十二星座里面最不喜欢动的 最不喜欢变的 想要舒服一点的 可是偏偏金牛座的一生就会遭遇到很多的不舒服 很简单 因为这个社会一直在变 这个世界一直在变 金牛座就会一直不舒服 因为你们比较后知后觉 然后你们也会比较抗拒那个改变的来临 这就是你们的压力 所以我才会说 如果你可以借此机会 离开你蹲的那个萝卜坑 说不定不舒服一下子 但是反而来了一个新的世界还蛮不错的呀 这是我对金牛座的期许 我希望金牛座能想通这一点 我常常劝士 劝大家 但是我觉得土相是最难劝的一群 金牛座是第一个 好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先看太阳好了 太阳现在在我们的武功 太阳在处女座嘛 处女座是金牛座的武功 所以所有金牛座的同学 不管是太阳还是上升 你们最近应该都蛮有表现性的 就是能够 武功很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第一个跟子女有关 你的小孩很怎么样 也许很强很棒 表现得很好 最近他也会成为你的生活重心 或你要看他脸色 都有可能因为太阳很强嘛 是不是 好那或者你也有上台 表演表现的机会 有作品 有创作 然后也让人对你的这部分 刮目相看 觉得哇上台 原来 原来你的能力那么强啊 原来你的创作 这么棒啊 作品这么好啊 等等 而且金牛也走那一种被夸了之后 应该说能者多劳吧 这事就归你管了 然后你也不得不做 然后你也倾向于就是 蛮愿意在这段期间有一些 创作啦 或表演表现的尝试 因为周遭是友善的嘛 所以是一个突破的机会 你来说对金牛座来说是突破的机会 你可能上个月还在烦恼 上个月尤其是八月初 你还在烦恼 觉得全世界都要我变 我快烦死了 可是最近有一种水到渠成 然后舞台搭好 你只要上台两个像 好像就有掌声了 所以稍稍有一点 不错的感觉 最近呢 风向大三角 不是双子天平水平都有星吗 这个风向三角在土象星座的哪里呢 在土象星座的土象宫位 所以啊 它完完全全在影响 所有土象星座不只是金牛哦 所有土象星座 第一工作上的一个状况 顺息万变 金牛也不例外 只是说配置不同 三个星座的配置不同 那金牛处女 魔戒 工作与你有变化 而且这个工作的变化是跟人有关系 谁介绍给你 谁介绍给你 或者是谁引荐 谁带来 谁造成了你的工作出问题 都跟人有关 你之所以要进去这里是因为人 你之所以要离开那里也是因为人 你之所以起来是因为人 你之所以下去是因为人 人对了就很好 民生也好 赚钱机会也大 也多 人不对了 状况也就下去了 所以 金牛座 我们来看你的人在哪里好不好 不好就转念 而且啊 现在都是走这个县市报路线 对不对 你在工作方面的付出 最近会得到什么 报答 现在一堆心在逆行嘛 你一定很有感 人 来来来 水星逆行嘛 在这个月 在这个九月 我十号开始逆 对不对 现在已经开始要停滞了 所以 所有的金牛座 一定有职场的水逆 现在的职场 的水逆 跟同事啦 跟同僚啦 沟通不良的情况 慢慢越来越有一种鸡同鸭讲 越来越觉得很难配合 因为我说过了 人际关系都在变动 所以金牛座也会感觉到 就是 在公司里面跟你好的 跟跟你不好的 又换了一批人 最近真的有这种 人际关系重组 那尤其发挥在土象星座的人身上 就是那种职场人际关系 的重组 以前 有一些人都没有跟你一起吃中饭的 现在反而跟他们混在一起 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很奇怪的感觉 有吧 那当然这是一个职场 那因为你的职场的风向都在活化 所以 蛮多金牛座 你一定也承担了所谓的业绩 你很在意业绩 你很在意数字 你很在意 你有没有发挥到 就是有没有吸引到很多人 然后 成绩好不好 因为他其实 如果你的业务能力强 数字 是 绩效高 你也会比较安心 然后他也是你的 之所以 让人家看重的根本 所以蛮多土象星座 会很愿意在业务方面 去做一些表现 然后人家如果 看重你也是基于你业务能力 数字很漂亮等等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能让他掉下来的 这个部分一定要继续努力维持下去 比如说老客户 都是冲着你来 或者是你是个 网红的话 你的那个贴文的数字 按赞的数字 你的影片被浏览的次数 是不能往下掉的 这个部分你是要花心思 因为他就是你的身价 他就是你之所以立足的根本 那个数字往下掉 别人也会看随你 这样知道我意思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能偷懒的 应该这么说 人际关系跟金牛座的个性有关吗 怎么说呢 也要让金牛座看得起 你是金牛座心目当中的咖 才有可能是被他好好的对待的 叫得动他啦 他愿意花多一点时间给你啦 比较在你面前露出真面目啦 而不是客客气气的 不然金牛座会客客气气的 因为他不客气的时候是蛮不客气的 所以不是很重要的人他很可气 以免你看到他的真面目 以免麻烦事很多 对不对 对金牛座很享受孤独 可是金牛座一旦在事业上有一个新的决定 那么你的人际关系就派上用场了 所以亲爱的 你还是要有人际关系才行哦 你不能那么的完全的孤僻 好 那这个风向的活化在我们的职场工位 来首先水星逆行在你的六宫 因此在工作方面会有不同的组合 或不同的一些人要对应 比如说你之前工作上都对应到某个人 现在可能这个人要坏 这个人要变 我不会说是不好的 其实某种程度是好的 但是你就要调整你的方式 对金牛座来说就是一个不舒适的开始 不舒服 你比较用 就你的习惯要被颠覆 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职场上 然后所以 因为水星在天平嘛 所以你就会失衡一下 很不平衡 然后你也会对职场有很多看不惯 看不眩眼 觉得不公平的现象 那那个不公平的现象 可能就是你职场之所以异动的最重要原因 比如说有些金牛说不定会离开职场 换到下一个 换到新的 会想离开之类的 因为这个天平不久的将来 9月23号 太阳也会进来 秋分嘛 你的秋分就发生在你的职场啊 所以金牛座如果你的职场有下一个阶段 那就是在9月底 如果你现在蠢蠢欲动 那个时候就是动 9月底 或者是那个时候要开始正式的展开心 开始去某一个职 去一个新的地方奋斗 水星 天平 那很重要的一点 我刚刚说了 公不公平 你对于不公平这件事情 是完完全全不能忍耐 什么时候会让你平衡一点呢 金星进来的时候 金星什么时候进来 月底 9月29 9月29以后 大概有一些事会调整成你比较能接受 亦或是你走了以后 你当然就会能接受了 因为你离开了嘛 离开了见鬼的地方了嘛 你现在一定觉得很见鬼啊 或者是类似职场上 你也许不离开 但是你会遇到跟你说话风格不一样的人 很难协调 很难沟通 所以在职场上比较辛苦 你讲什么他听不懂 他讲什么你听不懂 有一刻要让你做噩梦了 我知道 你会觉得是业障 有同学说到机场就会有机场穿搭 这是真的 好 这是你的六宫 而且这个六宫 我们说水星现在在这里 所以很多金牛同学要注意 老毛病复发 即将 因为十号就要逆行了 那什么老毛病复发呢 什么腰酸背痛也好啦 或者是 比如说肩颈 脖子 或者手臂 这一类的 肢体的问题 肢体的问题 然后还有 你可能也要注意 肾脏啦 水是不是喝太少啦 这一类的 讲的我都赶快喝水 这个部分要小心 好 那当然 除此之外呢 太阳因为也要进来了 金星也要进来了 所以请注意身体健康 现在如果会有什么老毛病复发 小问题 狗屁倒灶的事情很多 那代表你还可以去整理整理 不要等到太阳进来以后 那就真的 因为你即将要非常非常的忙 现在当然已经很忙了 而且现在的忙还包括人际关系的忙 就比如说 你刚刚不是说吗 如果你要找新工作 新工作一定是跟人有关系 那有人要介绍给你 是不是也要跟人家吃个饭啊 是不是也要出去聚个会啊 多多少少这样的事情就会很多 或你在工作上有要跟别人结合 结盟 互相帮助 这个一定会有很多拖 应该这么说 那现在还在可以控制的阶段 你等到太阳进来 9月23号以后 你就真的很忙了 事情排队 很多等着你去做 你也不可能不做 盛情难缺 或者是答应过 就得执行 所以那个时候是很忙 没有控制病的哦 请那个金牛座同学趁现在好不好 好好养生 该看的地方要看 然后该被提醒的地方 就是有已经被提醒的地方 就好好地对待他 好 那再来火星在二宫 火星在二宫 而且待到明年三月七个月嘛 这个火星一定会让所有的金牛座同学 就是很焦虑吧 非常焦虑 所有的金牛座都隐隐约约的在 其实你要说金牛什么动作慢啊 懒啊 我觉得也不公平 其实很多金牛座用自己的方法在求新求变 只是说他有自己的tempo 而且对很多金牛座来说 他已经觉得他很急了 他很努力 他也很快了 他已经用前所未有的速度 在争取转型跟转变 只是说范围还很小 比如说只有他的亲朋好友啦 只有他的很亲近的人才知道他的焦虑 对外你看起来他老神在在 但是很多金牛用自己的方式去 寻求各种突破 而且 在金牛的内心 他的转变 他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 他看起来好像很挑 我一定要做这个 薪水一定要多少以上 没有 但他心里的那个想法其实是 我愿意对各行各业开放 我什么都愿意试试看 我什么状况都可以接受 所以他不排斥你给他建议 他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接受 但他其实是会把他听进去的哦 但他同时也表达着自己的焦虑 所以如果你是在帮助或你是在提议金牛的人 你应该也会觉得他很烦 因为他在他在改变的同时也不断不断的可能有很多的 murmur 有很多的自己的抱怨 或者是有很多自己的焦虑吧 应该这么说 不要讲抱怨 他的焦虑 然后他自己在测试 他在测试这样行不行 偷偷的自己测试那样行不行 这种自己的步调 让他自己很累很忙 这是一个火星二宫 第二个这个火星二宫呢 因为他在你的人际关系工位嘛 也会让很多金牛座透过 别人都做得蛮不错的 然后我是不是也要快一点 所以有时候他身边的朋友 如果速度很快 金牛座就会跟着快 他是要有人带动的 否则用自己的tempo 他真的就自己的tempo 所以啊 进住者吃进末者 可以 所有的金牛座 如果你想要快一点 你想要变化大一点 或你想要赚多一点钱 麻烦你交快一点 大一点 赚多一点的朋友 你多靠近这样的人 你会被他们感染 然后你也会跟着 往那个方向去 磁场是你可以挑的 如果你都跟 不食人间烟火啦 不在乎钱啦 然后步调很悠闲的人在一起 那你自然而然就是往那个方向去 生命的路线 现在掌握在你的手里哦 你要走什么路线呢 因为金牛座没有人可以劝 金牛座就是金牛座 好哦 那这个火星也意味着 最近有花钱的机会 而且啊 你随口说说就要花钱 所以不要乱说 比如说 也许你为了表达友善 没关系这个我来买单 大家真的会给你买单哦 没有人会给你抢哦 或者是类似啦 你最近的确看到了蛮多好东西 你很适合做采购 我只能这么说 蛮多双子座的焦虑 可能会爆发在买东西上 哦 所以你可能 如果最近买很 啊 金牛座 我刚刚讲双子座 哦 因为火星在双子 对不起 金牛座 金牛座的 你会把焦虑 用在购物上 虽然你不会 不见得乱花钱 但的确会冲动 或者是 会自作聪明 以为在省钱 但其实花很多 会有这个情况 而且这个火星要命了 他会待七个月 到明年三月 你自己看着办啊 最近的确有这种 所以你很适合当买半啊 就是帮大家买 代购 买半 就满足了这个火星 说不定还成就了 你一番事业 说不定这个是个商机 而且火星在二宫 也代表你有赚钱的欲望 其实 所以请不要客气 你如果要去下一个工作 下一个工作 应该要 薪水更高才对 薪水更低的 请不要考虑 人要谦虚 不是这样谦虚 这样知道吗 好哦 去生恒昌买烟酒 哦呦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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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感情运的话 金牛座 尤其是精心进到武功的时候 现在太阳已经在武功了 所以对金牛来说 我刚刚是不是说能见度变高了 然后才艺才华的表现也很好 最近也有变漂亮的感觉 就是 的确穿衣服打扮 你也变得比较 放得开 因为 自信回来了 那金星进来就更加分了 所以金牛座又要开始变得更漂亮 可能也跟秋天来了有关系 那金星什么时候进来呢 来 呃 五号 九月五号就进到你的武功了 而且会待到二十九号 那这个太阳跟金星在武功 也让你九月份 桃花运蛮好的 桃花运很好哦 而且子女也好 恋爱也好 那些对象都是你的贵人 所以如果你的小孩说什么 请你听一下 他不会对你不好的啦 都是为你好 只是说 很啰嗦 很唠叨 金牛座很怕唠叨 对不对 那你的恋爱对象也是 你会遇到很关心你 很照顾你的人 那他很照顾你 他当然就会 一边帮你做事 一边可能也多说两句 请不要排斥 OK 人家想对你好才这样的 请金牛座查收 OK 这个要说不高兴的话 这个人也是你挑的 对不对 哇 七千位同学在线上 好 我们进入第二个图像 那就是处女座 我们今天的顺序是火土风水 所以我们现在讲土象星座 等一下风向双子天平水平请准备 可能会在 我已经讲两小时了 好 可能会在10点15分的时候 我们进入风向星座 好 我们现在进入处女座 处女座同学 真的 这段时间很辛苦 我很清楚 尤其是 对你身体的挑战 对你健康的挑战 是格外厉害的 因为风向 在我们的土象公位 对不对 土象公位都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系 尤其是土星座正在你的健康公位 所以处女同学多多少少都有健康的问题 有待解决 而且还有严重化的趋势 或者是很难突破它 比如说我的朋友 她是处女座 这两年大家都要戴口罩 可是她即使是戴口罩 她还过敏 就是她本来就有过敏体质 然后就是 她就戴两层口罩 我就会觉得 好累喔 一层口罩我都快呼吸不过来了 还戴两层这样 老师救救处女座 那也要处女座耳朵 愿意软下来听我们的意见 我觉得很多处女座 焦虑自己的 然后 不听别人的意见 或者是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以外还辩解 因为处女座理由很多啊 我不是不想这样做 我是因为怎样怎样怎样 我已经习惯了 我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所以你知道我每次听到处女座 讲了那么多的理由之后 我就会觉得没关系那就让你去 你知道吗 处女座同学 你们的健康状况 你们的工作状况 你们的事业状况 周遭都有非常多的人在帮你 你只有你其实是有贵人的 而且他们都会讲得很到位 他们都会给你方法 给你方案 甚至于我个人觉得你们的贵人是 他愿意带领你呢 只要你愿意改 比如你要看医生 朋友就会带着你去看医生 就是会服务的很周到 对处女座 问题是处女座愿意吗 有听进去吗 有去改吗 这就是你们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你们很可能会让职场上的人 有的人会觉得 哇你反应好快 风向星座大好大坏 所以周遭的人 有的人会觉得处女座好厉害哦 一点就通 而且厉害的处女是会对周遭朋友 非常有帮助 以至于民生在外 就是大家都觉得有你真好 你想想看你能步步高升吗 处女座一定有机会步步高升 但是因为处女座很有个性 处女座会说不 他只想在自己要的地方步步高升 他不要的地方 你步步高升我也不要 但是如果是耳朵硬 然后又比较弱的处女座 没有改的 你也会民生远播哦 你也会让所有很热心围在你身边参与的人 看穿了你没救 那这样子你自己说嘛 你是不是职场运就会比较差 所以我说过了在风向星座大三角 尤其是现在刮台风就刮在你的职场工位 你的职场会怎么样 真的都跟人有关系 所以处女座一向以来都标榜 我是认真做事的人 但不好意思 这个至少到明年 至少未来两个月 然后过到明年三月 处女座来记得哦 你想让自己更被看重吗 更有地位吗 那我要记得一件事 做人很重要 所以处女座要开始学做人 而不是只做事 你知道吗 尤其是我们这次的水星不是十号逆行吗 到了月底的时候 就是九月二十三秋分的时候 也会顺道逆行回到处女 你又同时被拎出来 被我们看一看了 所以处女同学在下旬的时候 你又重新的回到了我们的眼睛里 我们又看到了处女座 好或不好的地方 无论你好或不好的地方 都是江湖传说 都会使别人意识到了 有你真好跟 没有你真好 你都是江湖传奇 江湖传说 所以你能不把人际关系搞好吗 然后使得你做事的方法也不会是违背周遭人意愿 我们要融入群体 你能够成功融入群体 你的能力才能够发挥出来 这是我对处女座的苦口婆心 好那土星在六宫 我们刚刚讲 这个是风向的土星 风向的土星在这里 一定也会让很多处女座身上小毛病一堆 老毛病一堆 那或职场上怪僻很多 规矩很多 那你的规矩很多的这件事 也许长官看不见 但同时一定有感觉 那这会不会妨碍到你的人际关系呢 就有点会哦 所以也许很多 我刚刚说了 土星是对年纪大的人友善 所以如果你是公司的老鸟 那还OK 你有怪癖大家都知道 老鸟就算了 如果你是菜鸟 就有点麻烦了 就有点麻烦 你可能也 或者是类似你可能最近在一个 这个处女座可能在一个 蛮有压力的职场吧 应该这么说 那大家可能年纪都 年纪都比你长啊 年纪比你大呀 你跟他们对应的时候 或者他们很一板一眼啊 他们很要求实力啊 那你有没有这个抗压性去面对呢 就是六宫 所以咯 很多处女座的问题也是压力来的哟 那这个压力呢 也会使你 可能比较倾向精神压力 我就看到一个处女座 他一直盯着电脑看 他整个人呆若目击 然后我们走过去 他在看什么 就很好奇 一看他没在看什么 电脑就是桌面 原来他在发呆 压力大到呆若目击 所以压力很大 你要去做输压这样的一个事情 再来是火星咯 火星在施工哦 处女座 所以你一定 我们再说一次 你的职场很有压力 以外呢 你的老板也让你 一定也让你很有压力 因为可能跟长官那边来的指令 都是马上要你处理 所以你在职场上一定是 要做服务的那个人 服务的角色 无论如何 就是上面一个手口令 你下面就要有一个动作 不过老实说 这也意味着你的长官 或你所处的那个行业 是在蒸蒸日上的 或者是正在很有企图心的 正在打开一个格局的 如果你能够跟上脚步 你其实是跟着往上升哦 处女座同学 你是跟着往上升 不然如果你不是在一个 大的体制里面 你也有可能是自己去创业 如果处女座要创业 你要很有口才 如果你是一个有口才 人际关系好 你是有机会靠口才吃饭 类似想脱口秀啦 类似开部习班啦 类似教学啦 这一类的 处女座可能会做得不错哦 或靠着你的口才 机智反应一鸣惊人 当然这个要 你的质感要对 就是毕竟有些处女座是木讷的 不是所有处女座都是聪明口才 伶俐的 差很多差很多 但是这一次有点凸显口才 所以口才型的应变能力强的 创意型的处女座 特别特别在工作上是有所发挥 我说过了你们就会成为别人 很崇拜很敬仰 觉得你是福星 觉得你是福星 觉得你是摔星 真的是天差地别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水星逆行 这也是风向宫位在活化 而且这个水星在天平座嘛 即将逆行嘛 不久 9月23太阳也会进来 9月29金星也会进来 当然很重要啦 这个水星又是你的守护星 处女座 所以他逆行当然对你至关影响 他都还没逆回处女呢 就已经跟你有关系了 所以处女最近的确是 有在反思一件事情 或者是你在收到一些回馈 比如说 大家觉得你是福星的 一定会说有你真好 谢谢你处女座 所以你是收到这样回馈的处女吗 如果你是 代表你的付出 是人们所需要的 然后他们不会忘记你 这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会啊 以后有机会都会找你 你不要不相信 也许你现在生活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其实机会已经在累积 我说过了 很多人都在换队形 对不对 找新队友 你就是别人的口袋名单 而且别人也不会准你离开 准你走开 不可能 你就是别人觉得要争取的那个对象 行情很好 身价会变越来越高 你的身价正在修正当中 这个水星逆行 一定也会让别人开始回收到 回收到就是说 不能没有你 然后就开始各种好处就灌进来了 要留住你等等 我说过了 我们现在走的是限制报 而且你报的很明显在你的二宫 在你的二宫 然后还有很多处女座 最近这个水星二宫呢 也会让你处理很多数字的问题 我们刚刚在讲金牛的时候也提到数字 对不对 你的数字的状况也会回来 比如说要处理以前的账单啦 要开始去把 你是不是做什么自动扣角啦 银行那边的东西也跑一遍啦 这一类的 跟银行系统也有一些交汇 然后也有很多人可能 有哪一笔钱漏脚了 要赶快去补脚之类的 把过去的账单清一清 有人来给你讨债了 因为水腻的关系 那当然也会让你开始有 对金钱的投资啦 布局啦 有一些思考 应该这么说 所以处女座同学 还有过去曾经夸下海口吗 这个东西我买 那个东西我付 最近也开始要付钱了 不过没有关系 我觉得第一 付了钱自己比较心安理得 有没有 你很多钱付的原因是 我不想欠人人情 我不想给你绑住我 或限制我的压力 所以你愿意付 你也瀟灑 很多处女座 可以用金钱买到尊严 应该这么说 所以最近还蛮多这种 金钱跟尊严之间的拔河 还有消费 有同学说我缺钱 水星逆行在这边 你的确也会有 跟钱有关的行思 应该这么说 所以对数字最近特别敏感 也会把过去的账单跟投资 拿出来看一看收获如何 如果发现有些是基于人情压力 而被迁进去的投资 最近让你有点烦恼 比如说损失的比想象中大 或者是要投资的金额比想象中多 这个也会让你有点伤脑筋 所以最近也是一种 在摸索自己的承受力 投资的金额数的一段时期 那更不要说 也跟你的身体有关哦 精心逆行 你一定会感觉到身体衰退 跟以前不能同日而已 压力就挺大的 所以要真的要照顾好自己 应该这么说 因为我说过了 土象星座没有人可以救你 能救的都是你哦 因为该给你的办法都给你了 然后该去看医生都排好好的 但是你有你的原则嘛 这个医生不看 然后礼拜天不出门 然后礼拜天不出门 出女座很多很多的原因 小心哦 老毛病会让你很有感觉 在逆行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成又成为传奇了 我们就会觉得 这个处女座怎么那么固执 月底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们会把你骂爆 知不知道 好了那感情方面呢 这个冥王星在我们的武功 而且金星现在在命功 不是现在了 五号就进命功了 这个金星对处女座是很有善的 所以五号之后 我觉得整个九月对处女座来说 都是蛮开心的 首先 我说真的啦 你周遭都是对你很友善的人 就好像金星在我们狮子的时候 狮子会觉得世界对我真友善 一样的道理 现在你也处女座也会觉得 世界对你很友善 尽量称赞你 看到你的优点 看到你的好处 所以好好把握九月 建立你的自信 然后以及耳朵不要那么硬 因为不会有人来害你 也没有人要逼你 OK 你安心 那如果这样可以造成你工作上更顺利 人际关系更多的往上升的空间 然后让你钱赚的比较多 找到对的职场 很值得啊 不是吗 好哦 那这个感情呢 也意味着就是 其实 我觉得啦 最近处女座 比较走 工作忙碌 把工作做好的路线 而不是谈感情路线 因为说真的 感情的部分 想起来都是 蛮可怕的回忆 应该蛮可怕的回忆 尤其是对处女座而言 就是会有一种要花很多心力去跟对方拔河 然后也曾经搞得自己尸骨无存很受伤等等 所以如果要走进一段新感情 新的感情 我觉得很多处女座是很畏惧的很害怕的 不过不是没有可能哦 不是没有可能 第一个当然只要你鼓起勇气 然后周遭还是会有比如说朋友帮你介绍啦 职场上工作上认识的人 相处久了以后 有一点点眉来眼去啦 处女座不要不相信哦 在很多人眼中你很有魅力 只是说你都端着一张普克脸 你看起来好像很冷硬 使得别人不敢靠近 其实我要跟大家说 处女座很期待 内心也其实有点脆弱 她是不敢 而不是不要 然后尤其在金星我们说五号就进来了嘛 所以对处女座来说 应该慢慢的有融化 然后开始可爱起来 桃花云你就跟着来了 所以你要记得打扮一下自己 然后让自己散发多一点柔性的能量 对处女座招桃花比较有帮助 好哦 而且如果有桃花对方应该都是蛮欣赏你的 蛮欣赏你的你要有自信 好再来就是摩羯座了 摩羯座同学 太阳上升在这里的 对的怕了 Vivian 你就是处女座嘛对不对 之前曾经十股无存过 我懂我懂我懂 来来来来 帮我倒一杯水 摩羯同学 看一下 我真的是 太阳上升摩羯 来我们一样嘛 我们的风向宫位就是在 我们的风向星座的大三角 就是作用在我们的土向宫位 所以太阳上升在摩羯的人 你的工作应该是蛮有表现 而且既然跟人际关系有关 对不对 所以类似啦 Case应该蛮多的 工作机会也很多 接下来就是要看行星的配置在哪里 而且我前面开宗名义不是说土象星座 你的工作跟职场是跟人际关系连结吗 所以你要学会在 学会做人 学会做人的这件事会帮助你的工作 而你的工作也一定跟人有接触 比如说你可能就是要混在一群人里面 你的工作是团体的 或者是在某一个圈子的 融入其中 那如果做出口碑 你还愁眉工作吗 你还愁你民生地位不上扬吗 尤其是现在太阳主场景 太阳正在处女座九宫 在九宫 他即将要进入时宫 在月底的时候 然后金星也会进来 水星现在已经在时宫了 所以这都意味着什么 这都意味着在职场上你现在是在越来越开运的一个状态 而且水星逆行在时宫的这件事会有 其实是好事 我觉得是好事 大部分了 大部分摩羯对摩羯来说应该是好事 比如你的长官 因为时宫是长官长辈 你的长官长辈 近月远来 就是有新的长官长辈 也有以前的长官长辈 来跟你招手啊 你们说应酬也有点多 但是都跟职场有关嘛 所以类似老客户啊 老长官啊 也会出现哦 水星十号开始逆行嘛 然后 而且九宫的星 以后也会往十宫迈进 所以处女座 摩羯对不起 摩羯座的人都在往 更有分量的方式前进 更有自信的方向前进 所以现在的九宫的太阳跟金星意味着什么 九宫的太阳跟金星意味着你现在正在 做一个比较长远规划的东西 路线的调整 摩羯座同学 或者是类似 最近应该有 我们讲做长远规划有很多种状况嘛 比如说也许命理老师有跟你聊什么 你可以找他们规划一下 或找一些在行业里面的贵人 他是很知道你的状况 他可以扭看你的状况 你很需要这样的高人 那些高人也会给你很好的意见 点破你的盲点 因为很多摩羯 很懂得埋头苦干 可是看不到自己的盲点 但是你的盲点能够被解决 这些能解决你盲点的就是贵人 他们解决你的盲点 很可能就是一句话 不经意的一句话 也有可能摩羯同学 你多看点书 书上的某页一番 有一句就打到你 你就收获匪浅 摩羯蛮需要走顿悟的路线 最近你的顿悟能力应该蛮强的 我们刚刚讲一句话 就可以引发你很多很多的想法 所以这段时间 非常赞成摩羯去吸收 去感应 然后或者是用更大的角度 去看待自己的生活状况 因为太阳也会引导你去 看到这些该你要看到的东西 好那第二个我们落地一点 对摩羯座来说 出国运还蛮强的 或跟海外人士的接触 会变得频繁 并且比如说你如果是要找客户 海外客户最近是跟你比较热络 而且对你是比较有帮助的 比如说他很愿意 他给你的价钱比较好啦 或者对你的肯定比较多啦 这一类的 然后很多摩羯这个月份也会有跨领域 跨界的尝试 去做一个你不是很熟悉 或者是别人觉得你能做 但你不确定能不能 但你很愿意试试看 因为氛围是很有善的 他们都会觉得没有关系 你试试看成败 我不会怪你 那这也让摩羯很安心 应该这么说 所以摩羯就愿意跨出去了 然后就去试试看 这个月份是这个样子 那水星的时工 我们刚刚说了 可能会跟老长官啦 或以前接触过的很厉害的公司或单位 有所接触 他们或者是他们 case又回来了 他们觉得 你以前做得很好 我们又来找你了 所以我们说近月远来 可是水逆有没有坏处呢 也有啊 因为时工可是形象跟地位的公位哦 也有可能是坏消息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了 万一你有瞎的地方 做得不好的地方 或者类似你身上有八卦的部分 很值得被人家讲一讲 比如说 他好像婚姻出问题了 他怎么这样对他老公 他怎么这样对他老婆之类的 有可能也会变成别人八卦的地方 因为水星很八卦 而且八卦你的过去 而且还特别喜欢八卦你的伴侣关系 或你是怎么样跟合伙人合作的 就会有人会 会去把这个东西挖出来 或这个东西变成 你搞得好 上天堂搞不好 就很麻烦 摩羯嘛 脸皮那么薄 你受得了别人这样八卦你吗 受不了吧 你也不允许别人这样说吧 是不是 你可能会很 就避暑 不只是把门关起来 这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来 你的守护心土心 守护心土心呢 现在在二宫 所以真的开关门 这个开关在你的手里 我个人有时候会觉得 摩羯还是倾向想不通 比如说很多摩羯还是会觉得 我已经很认真努力了 不是说我认真努力 我就不满意我现在的状况 不是 而是他真的觉得自己很认真努力 所以不要对他再有意见了 这就是我说的土象星座 很固执的地方 不过土象星座因为 尤其是摩羯 现在有顿悟的能力 所以只要有分量的人 愿意去点摩羯一下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摩羯有可能想通 而且你要让摩羯想通 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要讲好听话 你不能讲难听话 你如果讲难听话 我觉得摩羯自尊心 其实挺高的 尤其是他很像蚌壳 他很像生蚝 他要打开 你就可以进去 门是开的 他要关起来 你说的再好都没有用 对吧 所以啊 讲好听一点 循序渐进 循循善有 用好听话 先肯定他 再点他 比较有机会 以及他是务实的 所以有什么好处 你也要让他知道 这是对他有好处的 他知道这是对的 这是有好处的 摩羯才能够接受 老是被指责 然后又只是 看起来在打嘴炮 他是不会 他是不会接受的 对吧 摩羯座 好处很重要哦 请用好处 来改变摩羯座 好处够大 摩羯座感激涕零 马上为你柔软了一百倍 只是在那边哇哇叫 对他来说就是噪音 好吗 他是不会撩你的 不会听你的 反过来他还要你听他的 他会回过头来说服你 我觉得摩羯的耳朵硬 跟处女不一样 处女有很多的借口跟理由 但摩羯座有很多的压力跟承担 他的道理很大 他很伟大 所以伟大到你也不忍心 去批评他 指责他或改变他 所以摩羯很难劝 这样知道吗 好啦摩羯啊 你真的太辛苦了 你没有必要把什么都压在自己身上 很多人想要疼你 想要对你好 知道吗 知道吗 你的朋友都很关心你 你的朋友都很爱你 他们心疼你 知道不知道 然后可是你就是千三五 独行不必相送 你叫你的朋友怎么办 所以他们只能够在很多小地方帮你咯 对不对 在你的生活当中 一点点的你需要机会 我们给你机会 你需要支援 我们给你支援 你需要什么 我们给你什么 你仔细想想看摩羯座 你仔细想想看身边的朋友是不是很爱你 是不是 所以你真的要走出自我的迷障 我提醒你注意到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好的朋友哦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仗义的人围绕在身边 你其实非常幸运 这是我给摩羯的喊话 那再来就是火星 火星在你的六宫 而且待到明年三月 所以我跟你讲 刀火烫伤难免 见血难免 开刀难免 一定的 那你身上一定有什么问题是需要这样做的 所谓的积极治疗 所谓的开刀就是积极治疗嘛 就不是什么吃药了保养了 而是要打针 而是要切开来 然后或者是要针灸 或者是要按摩 要刮痧弄得红一块紫一块 你身上一定有这些问题 大弄特弄 火星 火星 这是一个以健康上来说 它是会有一点伤害性 而且类似了你如果会有问题的话 健康有问题的话也都是急症 紧急状况 突然出问题 比如说突然牙齿掉了 三更半夜 糟糕了 没有地方可以求助 就有点麻烦这样子 所以如果最近有工作出门在外 在工作上职场上会有紧急任务 就是来都是突然的 很紧急的 要你赶快做的 所以你也要很本能的去应对 一切都是储备知识在应付 在应付 所以如果你在那个职场待的比较久 你储备知识量够大 或者是你的反应比较快 你就可以度过这一段时间 其实我觉得它会增加你的效率 然后呢 因为火星在双子也意味着 在工作上旁边有很多杂音 你觉得是杂音 你觉得他们很喜欢指手画脚 给你意见 一直在逼迫你 你会觉得他们在逼迫你 可是可是可是 给你杂音的这些人都很厉害 你要搞清楚 他们很可能都是业界精英 或他们其实是有原因有理由 才这样建议你 会觉得这样你会更好 不是为了让你更糟来烦你的 所以摩羯同学 你真的要接受在职场上 同事的寻寻善友 他们不但寻寻善友 他们还愿意投身为你去做贡献 所以我才说摩羯 你有很多很多的 很好的朋友或很好的伙伴 其实 然后他们的 当然你说火星有没有坏 也有啊 比如说你会遇到 类似职场的斗争 有没有可能坏 往坏的方向就是斗争 竞争 你想斗他 他也想斗你 你不友善 他也不友善你 你话讲得很直 对方也只好直来直往的对你 如果摩羯 你觉得职场让你很不舒服 那你也要检讨你自己对待职场的方式 太阳上升摩羯都一样 而且如果你会有职场的麻烦 这个会到明年三月流 不管是职场上的 怎么说快速的做很多事 或者是遇到斗争 这个斗争的纷纷扰扰 会延续到明年的三月 这中间会有来来去去 因为他还会逆行 那当然在健康上 当火星逆行的时候 十月底 你也会要注意老毛病 老问题 而且这个老毛病老问题 多少也会跟说话啦 然后骨骼啦 然后跟头脸有关系 手 头 皮肤 牙齿 头发 都有关系 因为火星待蛮久的 我觉得摩羯身上应该有大问题要处理 比如说会处理的长一点 或比较难治 或一定要一直 常常去 然后这个火双子也意味着你要双管齐下 比如说不能只压一个医生 有时候要听听另外一个医生的说法 有时候听两边你比较不会误诊 比较不会只听一家之言 然后并没有得到比较好的医疗的计划 所以摩羯不要怕麻烦 如果健康上也有问题的话 不要急 你可能会有点急 或周遭的人有点急 或状况有点急 但是你还是要评估 你要等火星周折一下 这个火星要逆行 逆行到明年一月 所以明年一月之前准许自己试错 准许自己步调放缓 然后把或者是先处理一下问题比较深的地方 然后再建设 先去无 然后再往新的方向建设 好不好 好难讲 好哦 那秋分以后 秋分就是9月23号 秋分呢 一 太阳就进入时工了 进入时工对天平来对摩羯来说是一个升官 地位往上扬升 更上一层楼 有好消息的一个时候 所以这个尤其是在事业上的好消息 比如说有作品端出来 有得奖的机会 那你的新开始也跟着这个新的职务也好 新的名称名号也好 或者是跟贵人有所接触 亦或是有得奖 你的新开始也跟这个有关 然后那个时候也会有贵人运 贵人也可能帮助你有新开始 10月23号 恭喜咯 那感情方面呢 感情方面我反而觉得了 这个月份 怎么说呢 你反正也蛮喜欢搞怪的嘛 你也蛮欣赏不安排你出牌的人 我觉得最近是蛮有机会的 这个月九月 蛮有机会的 你很磨解嘛 很容易背那种很幽默的 很有见解的 然后有一点好笑的 人稀 有能力又好笑 这个有点难 不过有一些领域 比如说第一有可能外国人 有点国外背景 对方学历很高都有可能 或对方有一点怎么说 他很有学问 或他是个老师 或他 我们刚刚讲 他是一个能点醒你的人 他的说话方式 让你觉得能够切中要害 或类似你们是教会教友 这一类的 蛮有机会来电的哦 摩羯姐 桃花不错哦 我觉得 尤其是最近 摩羯姐的同学对自己的 应该蛮有舞台表现的空间 然后对自己的这种 自信应该也蛮高的 对于自己有时候能讲出一些 很智慧的话 有文化传承意味的东西 有把文化传承扛在肩上的这件事 是很骄傲跟自豪的 所以啊 如果你看懂摩羯姐身上的这个部分 他也会觉得 你很知己 这个很重要 摩摩好累 好哦 接下来就是风向星座 风向星座就是双子天平跟水平 风向星座 机场就是免税 买免税商品的地方 就是深恒 深恒昌 深恒昌 你会去买免税的 烟酒包包巧克力 吗 深恒昌 就是我们对机场最大的 这个亮点跟回忆嘛 对不对 我刚刚说过 我所有的名牌 大概有一半以上都在机场买 因为方便 在那边等的时间很长 我平常没空逛的街 在那边都逛完一遍了 而且有时候还会 买不到 没有买到东西 就不死心就再绕一圈 就不相信会买不到 这样子 不相信没有我想买的 有时候想买的时候 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双恒昌 现在是九月周年庆 周年庆就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啦 首先他鼓励大家加入会员 加入会员 在这个九月份 就有什么样的优惠呢 百元底用券跟 iRent 租车 租车的话 他会让你 就是时数六十分钟 就是免费租车一个小时 然后入会也赠 这个iReach 点数250点 那这个点数当然是靠着 你购物金的累积 给你点数 结果现在平白就得到250点 那就可以换到购物金 跟换算很多的品牌优惠 这个都很划算 那再来就是鼓励你到官网去 除了加入会员还可以玩游戏哦 玩游戏还可以月月 周周抽奖 周周抽大奖哦 怎么样的大奖呢 类似名牌包 每一个礼拜都会送 名牌包也好 或者是名牌的吹风机也好 都是用送的哦 然后名牌的挂烫机 这都是出国很好用的 以及名牌的巧克力 这都是他们的每周送的奖品 所以欢迎大家到官网去玩游戏 那我们的直播呢 也会送出三支挂烫机给大家 只要公开分享 告诉我们你对机场的回忆是什么 我们下礼拜一就公布三位得奖名单给大家 下礼拜四 是下礼拜四哦 下礼拜四公布 下礼拜一是什么 哦我看错了 9月8号水逆之前下礼拜四 下礼拜四 所以是一个多礼拜后 哦才公布我们到底给谁 哪三位抽到了挂烫机 我就不跟你们抢了 哦我不会去跟你们抢 因为我已经有挂烫机了 那除了实体店就是 当然升恒厂你不用到机场也可以买 这是他的诉求 就是呃你可以到实体店 内湖有一家店 然后其他实体店 大家可以上官网去查询 那在这个满额的话 可以限定回馈10% 那指定日期最高可以回馈到12% 就是再打9折免税之外再打9折 那以及呢 这个全馆满额证 还可以在9月的时候 还可以送你米其林餐厅 或者是环岛旅行等等 那线上也是哦 线上当然线上购物 最高可以折抵到7折 那7折之外呢 还可以送到你家 再配送到你家 所以线上还可以购物哦 好哦 那我们来看风向星座 风向星座 双子天平跟水平座 我们说了 现在火星进来了 双子 水星也进天平了 而且水星我才 我发了两篇文 大家都很有feel 很有感觉 包括就是人际关系啦 然后婚姻关系啦 有人离婚 有人觉得受够了 有人觉得对方很瞎 等等等等 这当然不会是永远的 我们说水星天平在这边 他就是来唤起 我们对人这件关系 我们对合作关系 我们对婚姻关系的一个反思 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 这样的状况出现在社会上 那主角当然是风向星座啊 你们就是主角 双子天平水平 所以你们身上事情一定很多 你们既是大家觉得很棒 想争取的人 你们也是大家觉得很头痛的人 或者是在这段时间 因为这些行星进入风向星座 对你们来说就是很有表现的恭位嘛 所以你们也会是这段时间的英雄人物 比如说某一个团体因为你而改变了 你就是英雄人物 你起到了化学变化 比如说因为你的带领 这一群人都很有方向 这是不是英雄人物呢 风向星座 你是很能够彰显你厉害不厉害的地方 然后你也会发现你厉害 靠近来的人就越多 所以这个是一个拉帮结派的好时机啊 各位同学 风向星座的人 你当你应该会招揽到很多你属于你这一帮 属于你这一派 认同你作风 认同你意见 认同你理念说法的人 那你也会是 你也不太可能独处 风向星座 你不可能独处的 你的周遭一定很多人 就算不是很多人也会有很多意见 然后一直在跟你交换 寻求你的想法 然后跟你聊天 或者是问你意见 所以风向星座 接下来两个月 不只是九月 十月也是哦 或长一点延续到明年三月 风向星座都是关键人物 你可以起到影响环境的 或影响人际布局的关键 好的话 你可以 所以很多双子啦 天平啦 水平啦 身上都有串联什么的这种任务在身 你得当串联者 有时候觉得老师讲话有被剪掉的感觉 没有啦 我有时候讲的讲的会断线 然后就停一下 我喝了好多水 我想上厕所 我先去上厕所 等我一分钟 很快哦 这个是班长时间 班长时间啊 我上厕所 班长 班长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哇 班长来了吗 班长好重哦 班长来找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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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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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а can Can zen lectures 她 Squee 需要吗 就算一下 就算一下 他走了 他走了 哦 一下就不见了 他在那个桌子下面 哈喽我来了 老师辛苦了 假客气的 双子不喜欢认输肯定在 对啊双子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星座 大家一起上厕所 但我觉得你们绝对没有我快 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有帮你点 点什么 黑糖丼酥 哦呀 来放着 对对对 要摇一摇 谢谢你们 他们以前点东西都不会点我的 很可恶 后来被我纠正了 你们如果买茶叶蛋也要买我的 你们点茶也要点我的 跳走了 好哦 很快哦 上厕所 我每次讲这个四个小时都会一直喝水 来分享新酒 哦呀 新满意子 我的腿很瘦 你刚偷看我的腿 你刚偷看我的腿 我没有很瘦啦 不好意思 对风向开始做串联的工作 而且你不可能离开人群 你不可能不讲电话 你不可能不跟这个人聊一聊的跟那个人聊一聊 你天生做这个事情的你是这个星座嘛 这个本来就跟人有连结你现在又跟更多的人连结 那你也会面临到更多人的问题 人的好处人的坏处也都在你身上 而且串联嘛 他又不像土象星座 土象星座这个串联是有好处的 大家都要塞好处给他 只是土象要不要的问题 对风向星座来说他不知道他的好处在哪里 他只觉得他好累哦 风向星座 他可以所以他就活该要做这么多吗 他可以他就活该要去沟通吗 他懂所以他要去说明吗 累死了 不过没有关系 这段时间叫做人品爆发 就是人品的建立期 你你的 我说过这个年代叫现世报的年代 所以风向星座 你在这个部分 你能够做的多好的这件事 未来在未来会让你爆发 你正在创造属于你的传奇 对吧 如果这个这个地方因为你而改变了 这不是传奇是什么 这就是你的收获 就是所谓的名声 就是所谓的能力的展现 就是所谓的领袖风范 风向星座某种程度追求的是这个 不然有什么好处 累得要命 一天到晚为人作驾 一天到晚帮人家联络东联络西 他有什么好处 累死了 还不就是 朋友意气吗 一句话 我能做啊 我就帮你 或者是哎 这是我在乎的在乎你的证明 是不是 所以我们身边如果有风向星座的朋友 他们做这些事情 才不是看你那几个臭钱 不是你什么多少薪水他要这样做 没有 是他愿意 是他想要自我突破 或他觉得 他愿意这样做 这件事情攸关理念 攸关想法 所以他必须或者是 对朋友要有意气 这是风向星座 在未来 拉长到明年三月 短到未来两个月 他承担了很多事的原因 这一点我们其他人要 给风向拍拍手 天瓶快爆炸了 我懂 别这么说 双子也快爆炸了 那水瓶快烦死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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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们先从双子讲起 一天到晚 联络到两只手机都没电了 还自动关机超级夸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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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每个人都是里长博 我觉得风向星座 就是 观世音 哪里 要闻声救苦 你们就下凡 来救他 风向星座 就是这样子 蛮好用的 我说真的 所以我们 如果想呼救 我们就跟风向星座说 他们就会自动动起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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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嗯 我这样讲 风向星座的人 应该要开心吧 我在称赞你们 嗯 好啦 双子座 首先我们说 双子座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火星来了 对不对 这个火星有没有让你好累哦 超级超级累的 因为火星就是 怎么事情就变这么多 怎么这么忙 嗯 但是 但是你又不能不做 那因为双子的人 呀 现在正是你表现的时候吧 应该这么说 比如说 嗯 有一个事情 掉到你手上 你能不把它做好吗 你的自尊心也不允许 你不把它做好 旁边的人都需要你拯救 你能不救他们吗 或者是 你就是那个 最 可以把事情做起来的人 当忍不让啊 这就是火星 所以 火星在这边 也会让双子 有机会成为英雄人物 而且 蛮多人会 注意到 哎 这个双子很有能力 很有想法 很厉害 你被注意到你很厉害 我为什么说被注意 不是所有双子座都喜欢被注意哦 有些双子座是蛮喜欢低调的 但他又超厉害的那一面 现在有有有露出来 那当然 有些双子也比较愿意表达 我说真的 因为火星在这个地方 是蛮有一种 有机会让你表达自己的想法 跟意见 跟展现自己的人格特质 所以不是坏事 这个火星 让你忙一点 累一点 可是也让别人觉得你好厉害哦 怎么可以这么快 这么准 这么好 短时间之内 这么有效率 之类的 所以越是紧急的事情 越显得双子座的棒 那所以你就不要再靠腰说 怎么怎么老是这样子突如其来 我跟你讲就是很像 看到那种打桌球 球很快 然后可是他每一球都可以回 你就觉得这个人好厉害 一样的道理 我打雨球 好难哦 但是他都打回去了 双子 就是每一球都给他打得很好 有时候这个火星来 还不是慢慢来 你慢慢一球一球的丢 他反而会恍生 就是要紧急密集的丢 只是说这一个紧急密集 会搞到明年三月 我都很同情双子座啦 可是这也是 我火星在天蝎的时候 我很爽耶 我觉得那段时间 很多很棒的好事在发生 所以火星在双子 你爽了七个月 蛮好的 一战成名啊差不多 而且不止一战 好几战 够你也成很多的名 那这个火星以外呢 我们说火星水星跟土星 形成一个风向的大三角 形成了你的英雄之旅 对不对 你的英雄之旅说 这个火星 一直烧你 一直烧你 让你热 让你烦 让你忙 以外呢 水 那个水星 水星在武功 水星天明就是在武功 而且月底的时候 太阳也会来哦 然后 那个 在月底 一个是9月23号太阳来 一个是9月29 景星 也来 来哪里了 武功 恋爱功 而且太阳来 这是秋分的地方 所以他一定也会是 你很有表现的 你的新开始的地方 就是跟武功有关 现在水星是你的守护星嘛 那水星逆行 当然就是守护星逆行 耶 这个9月会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逆行一定有点不顺 你很有表现性 大家都倚靠你 金金给你看 可是 他 停滞 跟逆行 你就会有一种 我不是跟你说很久 你怎么听不懂 我们 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前两天 的水星天平文 所有的 双子都应该去看一看 你的无奈就是 我讲的很清楚 你怎么听不懂 你就知道了 你总是遇到 很drama的情况 就是 也许对方很有诚意 但是他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懂 他双子说还要从头交起 然后或者是要注意合约问题 有没有 然后就很多的 你来我往 然后还要耐着性子 其实快要发脾气了 因为火星可是在双子的命攻 就是你速度很快 然后遇到一个慢慢的 然后 犹豫不决的 然后搞不清楚状况的 听着抱着听着都没的 可能就会有这种困扰 这种困扰 就是不顺的地方 可是水星现在在我们的武功的这件事情 就算整个过程很不顺好了 但是我们更能感觉到你很厉害 你怎么这么能忍耐 你怎么这么能周旋 你怎么 这样的人也能搞定 反而凸显了你的厉害 所以 只好忍耐了 因为 火星在你的 一公 守护星水星在你的武功 哇 这两个可都是 很有看头的 是不是 就是 让我们看到你的人格特质 跟人格魅力 那水星武功 逆行这件事情 有没有什么坏处 如果有坏处也是九月份 有啊 当然有坏处啊 就是 旧爱 的问题 让你很困扰 困扰什么呢 比如说 也许 你不想看到他 但他的消息会一直出现 烦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 那或者是 而且我觉得这个 这个烦比较是内心系 比较是内心系 双子一定会让你看不出来的啦 表面平静无波 但是内在 情绪很 很翻轨 受伤就受伤了 所以 旧爱的消息蛮多的 或者是 也许你想跟旧爱联络 可是他却可能 没有反应 之类的 也非常有可能哦 为什么 因为这样才能让双子受伤啊 如果双子 想 想互动 但对方却没有反应 这是会让双子受伤的 双子犯贱 嗯 平常都是他在甩别人 哪有被人家不重视 这个是很能够让他伤 好强嘛 是不是 所以咯 你也很可能会想到 关系当中的不平等 双子做 脑子忽然回来了 好像有点不公平哦 我这样对你 怎么这样对我 这个不公平呢 也不只是在恋爱方面 有时候也会是 也会在生活方面 所以如果你周遭有双子 他他对于不公平的事情 忍耐已久 他最近很可能会有清醒的感觉 就醒过来 哎 好像哪里不对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好像被剥削了 哎 他态度有问题 其实我满高兴双子 有些双子真的牺牲奉献而不自觉 他比较 他以为他在 但是其实他很傻 被利用了 不一定 或者是他傻里傻气的以为这样做很好 随着这个水星逆行 他会慢慢头脑清醒 因为会踩一下刹车 会对公平与否这件事有感觉 会对 我是这样对你 你怎么这样对我的这件事 会想计较 所以感情方面有 回马枪 有拉回来 或者是有 也有反应回去 所以不反对哦 我们的英雄之旅里面也包含了感情 也包含了感情 所以在感情方面 你双子座有 很多的内心的纠结 有很多的内心问题 你很 你有那么爱面子 你可能会需要跟你信任的 或者是 你觉得他很懂你的人聊一聊 或他会帮你的人聊一聊 而且他要 他要是那种能够顾及到你面子 能顾及到你尊严的人 因为你超级怕丢脸 我那个双子座也超级怕被人家 嫌笨 因为他最痛恨的就是被人家看成笨蛋 所以咯 你要很有 怎么说 给他安心感吧 你才能够成为 帮他解答 或者是帮助他 或靠近他的人 听到他的心声的人 不想碰到 但因为有事必须接触 我觉得双子平常扮演救世主的状况 是让他很舒服的 可是最近这个水星的停滞 跟逆行 也让双子座有脆弱的时候 他也需要救世主 在这个九月份 所以各位同学想帮双子座的话 逢低买进 这个月逢低买进 就说 你对他的帮助很可能就会让他 对你很有感觉 你平常想给他什么 好的帮忙 他还不见得接受 但是这个月份 他们是真的 有很多的内心戏 有很多的纠结 有很多的不舒服 需要表达 你能给他安心的表达吗 如果安心 我觉得蛮有机会再进一步的 就是你们的关系 可能就更亲密了 或你从此就是他那一对的 你们是一对的 大家结盟嘛 新的结盟来了嘛 所以他就会觉得好棒哦 我喜欢跟你一对 那我们就来交朋友啊 所以我要说的是 我觉得最近的双子 应该有点迷惘吧 应该有点迷惘 不是普通的迷惘 因为 难得他会觉得他看走眼了 难得他会觉得事情 他不能控制 最近这种风向的大三角 他不能控制自己 他也不能控制他想控制的人 状况一直变 然后人很怪 这是双子座的课题 双子座的课题 不过没有关系 我刚刚说了随着 当然第一个水星震来这里 为什么就是你以前觉得 双子以前觉得自己很照 某种程度是因为你有自信 现在是因为你起心动念 你很在意的事情 又没有办法做得很完美 所以你有点自我怀疑 所以人家能伤到你 你的这段时间的自我怀疑 或者是类似脆弱了 身体脆弱了 情绪脆弱了 以至于你自我怀疑 才有了这个漏洞 让你会受伤 好哦 那双子座 我们说在感情方面 也是你的罩门 跟纠结 对不对 那这段时间就 好好的处理这个部分吧 不要急着什么 爱情 爱情当然对你也说太重要 守护心在带武功啊 如果你有对象的话 他应该也是条件很好 好到你都看不出他问题在哪里 那所以 可是你的直觉又不对 你又觉得有点不公平 问题就来了 所以挺考验双子的自信 就是我怎么会出这种错 我怎么会控制不了 这个问题比较大 严重怀疑人生 来 这真的也跟土星九宫有关系 那我们来看太阳 太阳现在在四宫 嗯 嗯 呀在四宫 已经进来了 啊 然后 金星 金星的话 五号就进四宫了 所以 对 双子座的人 最近会以家为众 跟家人很亲密 尤其是太阳在这边 所以可能 嗯 嗯 你家的状况 你家的状况 比如想要把家里收干净一点 啦 布置的好一点啦 这是一种 或跟家人的关系更亲近啦 嗯 家人也对你很友善 啊 他们是你的贵人 啊 以及 呃 四宫也是什么 四宫也是内心 所以很多双子会去研究我想要什么 我自己心里在想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忧郁的倾向 或者是怀疑人生的状况 也都跟这个四宫有关 那什么时候会比较解套呢 当然 第一 随着太阳 跟金星的离开 也就是走到了月底 所以这个九月算是比较困扰的时候吧 应该怎么说 那随着太阳 太阳跟金星 二十三号 秋分了 太阳就进五宫 然后 水星也逆回到处女座 哦 水星也逆 逆 逆 对 水星也逆回到四宫 所以 问题也还在 哈哈哈哈 这个九月 这个 九月到十月初 好像 好像 都治双子座 比较困扰的一个时期 就很多很混乱的事情 让你们 脑子打结 难得打结 跟以前那种很流量 高高在上 很气焰嚣张不太一样 最近就是有点闷 然后要整合 然后内部的问题也让你很烦恼 让你越来越没有自信 让你觉得 快疯掉 自我怀疑 之类的 好啦 月底 跟十月中 慢慢的解除危机 尤其是 呃 十月上旬 水星顺行以后 诶 十月 就是 十月开始解套 应该这么说 十月开始解套 但是这个 九月份呢 我们就好好的体会一下 在这个人际烦恼当中 你的问题在哪里 你居然有hold不住的地方 吓死你了 然后呢 然后你就会 愿意去改进啊 愿意去改变啊 愿意去改变啊 你就会有一些阴影的措施出现啊 这就对了 你就会进步了 所以这个九月是必须要付出的一个月份哦 好 那再来就是风向的第二个天秤座了 11点 才第二个 天秤座同学 嗨 现在金星是你的守护星嘛 金星在十 呃 十一宫 现在在十一宫 所以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三教九流聚会碰面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啊 然后你也都比如说是被礼遇的啊 是被很好的对待的 因为大家也会觉得呃 彭必生辉或者是你你会带给他们好处 应该这么说 而非常的欢迎你 你会带给他们什么好处呢 也许是呃 你你你你作为一个有分量的人哦 你可以让他们你可以凸显你的影响力 他们觉得你有影响力 那或者是你可以带给他们数字 你可以带给他们利多哦 而被被被领遇 所以你你最近的出席的场合有哪些的太阳上升在天平 他们就是觉得有你蛮好的 这样知道吗 因为金星在这里 他对你也很友善 那你也会回馈给他们好东西 所以大家有一个互惠的一个状况 那自然而然在团体里面你就哎又更有分量了 让别人感觉到哇你的队伍里面好多人哦 所以分量就起来了 这是一定的 虽然很多天明座有不舒服的地方 不舒服在哪里呢 首先木星在七宫你怎么会舒服 木星在七宫那意味着一定有人让你不痛快 我跟天平座形容那个叫做 有人在你裤裆里放鞭炮你还不可以叫 也就是说你被整了你被弄了你还不可以抱怨 因为对方很可能是一得罪不起的人 二也是一个事例 或三他好像不是故意的 或四 呃怎么说呢 不能不能破坏关系 所以天平座很多事情自己吞 有吗 YC 有吗 还没 他是个我们的工程师 生活很无聊的宅 所以他说没有没有 好啊 所以 呃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刺激 因为天平 太阳上升天平的人 可不是吃素的 你刺激我 哎 我就更要把事情做好给你看 所以 天平也在暗中运作 我所谓的暗中运作 不是说他是不公民磊落 不是 而是天平也跟以前不一样了 天平变了 你越弄我 我越积极 哎 我以前懒得做的事 我现在很愿意做 所以你跟天平做 你弄他 或你唱跟他唱反调 你是在给他能量 你在给天平能量 让天平变得 变得更壮大 他可能会变成一个怪兽 所以是越错越勇 有没有 天平是越错越勇 虽然很不舒服 我知道天平做很不舒服 但是反而要活得更好给你看 这就是天平的心声 跟心里话 首先他的副手护心是土心 土心就是风向的三角的其中一颗 这个土心在武功 所以很多天平 本来想低调的 但是我现在愿意高调一点 我要开始变成你们的盲刺 我要变成盲刺在你的背 因为天平是这样子想的 不是说他爱抱负 而是他不喜欢 活在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状况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 这个土心也意味着 我们刚刚讲了 他是有表现空间 他只是不想 不想那么张扬 可是你逼他张扬 所以他出手 可能就 每一招都很厉害 拿出来的都很厉害 更不要说这个土心还在逆行 那意味着什么 他天平座想把他弄得更厉害 所以 要出手的时候 你就仔细啊 什么时候出手呢 当然是 当然是诸心走到天平的时候 就是秋分的时候 他们过生日的时候 所以九月下旬 天平座就 王者归来 应该这么说 或者是一次给你好看 或者是想不到吧 我现在是天平宇宙 多元天平宇宙 这里也有我 那里也有我 我这里也行 我那里也行 你想不到吧 那给天平这个力量的 当然就是那些跟他过不去的人 我们真的不想高调 不过就算不想高调 但是还是得高调 不想打官司 还是得打官司 不想说大话 但是 现在愿意说大话 现在愿意许愿 因为火星在九宫双子座 很多天平的企图心 是这样子来的 天平之前 默默的只做某些小事 不是因为他只能做小事 而是他 没有想要抢任何人的饭碗 不然的话 他可以做很多事 最近倒是 因为文身旧谱 观世音菩萨 很多人说 天平你能来帮这个忙吗 能来帮那个忙吗 天平也不能拒绝 是不是 有的是被打鸭子上架 有的是真心的 觉得这件事非我莫属 我应该把它做好 义气嘛 职责所在嘛 没想到就走出一片天了 这个也行 那个也行 很多天平搞不好 运就这样开了 而且会成为可敬的对手 天平座 老实说 天平做任何事情都有那么一点非主流的感觉 你们图形水平在你们的武功 所以很多天平本来就选择 比较喜欢选择冷门啊 比较喜欢选择非主流的东西 在那边搞 可是没有想到现在天王水平时代 非主流反而成为主流了 天平反而 你们喜欢 好啊好啊 我本来以为这里没有人做我才来的 没有想到 哇 红起来了 哦好啊好啊 所以为什么他会是可敬的对手 因为他不是为了什么而做 他不小心就做好了 好吧 所以这个风向的能量 风向的火星水星跟土星的能量 我觉得正在塑造天平座哦 那这个关键时刻 我觉得风向就是我们的榜样哈 你们默默的在忙东忙西在做串联 尤其是尤其是上升天平或太阳天平 你们都在为人作驾 为别人而努力 帮别人 或帮别人的忙 把别人撑起来抬起来 我告诉你你会有好报的 大家当然都觉得你很棒啊 表面上好像没有得到什么报酬 或者是什么 可是事实上 你的声势水涨船高 尤其是我刚刚说 禁朱者是寂寞者 你是跟什么样的人混在一起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换队伍 换队友 你是跟什么样的队友在一起 你是跟很有想法的队友在一起 这些很有想法的队友也会启发你 也会带给你很多的远见 也会让你更有自信 而不是瞎忙 一直在忙忙碌碌 一种小事当中 你可能更有想法了 你可能更有志向了 我觉得这个也会改变很多天平未来的命运 以后冥王星就会走进你的武功 天平座是很有舞台的 你们的天下 OK 加油 我不知道 我是水星火星在射手的人 所以我很喜欢鼓励大家 我也很喜欢看事情的乐观面 然后我也绝对相信 你所相信的事情会变成真的 所以我尽量不讲恐吓的话或难听的话 除了骂人以外 那当然我希望每一个人在 往对的方向或好的方向前进 这当中一定有一个很痛苦的转型期 不可能没有人在家中做好运天上来 怎么可能呢 比如说天平现在就会遇到 有人跟你唱反调或过不去啊 或者是你的心愿是你觉得很高上的 有人又恶意把你解读成你很市快 你很世俗 你是为了钱 有没有 你也只能认他解读啊 你还能怎么样呢 你喊冤有用吗 你只能一片担心照明月 就做给他看嘛 那这个就可能要一年两年的时间 你才能证明自己嘛 所以天平不要着急 对吧 而且你为别人 别人也会回退给你 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互动 无形的交易啊 应该这么说 各位觉得我很美是因为我人美心善吗 我觉得我人美心善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不要累不要累 呃 你们走的能量交换的方式 本来就是你的付出 别人会回馈给你 你放心你会得到的 你会得到的 人家已经在想要回馈给你了 好 感情方面当然这个土星一定是苦恋 各位亲爱的 如果有爱情有恋爱 这个爱情跟恋爱一定是有所谓限制的 土星的 比如说对方很无趣很无聊是一种 或者是这个恋爱谈得很K 他有很多的障碍 比如说也许你们分隔两地 也许你们有被反对 所以你们不能够长相厮守 要稍微隔离一下 或者是状况很多 有很多困难要突破 可能也很有舆论的压力 所以不能见光 有土星在不会太愉快 所以感情的事情 就是你要懂得怎么说呢 让自己放松一点 然后不要让它成为你的牵绊 很多天秤现在应该在人际关系的重整中吧 包括婚姻关系啦 交友关系啦 所以这个也是 你如果谈了恋爱 你就会开始跟新的那个朋友圈混 那也会混出你的一片天 有时候因为跟新朋友混而谈恋爱 或因为谈恋爱而跟新朋友混 好痛好痛 痛在绕口里 那那个辛苦的部分 就是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每个人的状况也许是大家都太忙了 不能见面 就爱得很冷静 或很冷淡 或很有压力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那现在反正土星也还在逆行中嘛 所以也会让你慢慢的 针对的点点滴滴去思考 你到底要什么样的爱情关系 而且虽然天平是一个很为别人着想的星座 但是你的为别人着想的同时也在思考自己的人生 因为水星天平在你的命宫 然后不久 10号又要逆行 10号逆行 逆到 9月23号 才逆回到12宫 所以这段时间 逆 尤其是天平的9度 以前 0度到9度 这一次的逆行就逆在你这些度数里 所以0度到9度的天平同学 可能就会 对自我的人生有很多的反思吧 应该这么说 然后你也会很容易被翻旧账 别人会把你以前说过的话拿出来说 你以前有这样说耶 天平可能会 我有这样说吗 0到9度有心的人 天平前十天出生的人 比方说前十天 比方说 10月2号之前出生的天平座 你们就会是这次水星逆行要讨论的对象 好 那再来就是风向的最后一位水瓶座了 然后等一下 水象星座同学 请准备巨蟹 天蝎跟双鱼 好 水瓶座同学 我们的风向呢 一样嘛 在我们的1 5 9 个人行星落到了9跟5 好 我们先讲5好了 这个火星 火星在武功 尤其是会到明年的3月 这当然会让所有的水瓶座有了企图星 因为火星就是企图星 企图星就是我想被人家看见 我想要有舞台 我想要展现我的能力 我的创意 其实你的创意跟能力呢 如果展现在用说话 或用文字 或用各种点字 创意跟点子跟想法来发表的话 会蛮对位的 因为你的武功就是在双子座 所以你运用你的文笔 运用你的说话能力 文字能力 或者是沟通表达的 或者是人际串联的好 这个都是 或者是站上舞台一呼百怒 或者是你的表现表演吸引来非常多人 觉得你很优秀 机会就来了 上台的机会就来了 那你是蛮有表现的 你是有可能一炮而红的 你跟双子的一炮而红不太一样 你是要有舞台才能一炮而红 所以你可能要争取一个大的舞台 厉害的舞台 然后好的搭档 能让你一飞冲天或一炮而红 这不太是自己来就可以的 蛮需要时事造英雄 蛮需要情景 蛮需要比如说 如果是一个脱口秀假设 不是一个人的单口象征 而是两个人对口的 这样知道吗 就有人跟你一搭一唱才能够好 一个人就有点无聊无趣 那甚至于可能还会讲着讲着 大家觉得你那么凶干嘛 或那么偏激干嘛 或者是讲话那么白 那么直干嘛之类的 而且对很多水瓶座来说 有点像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就是你的知识你的学习 你懂那么多 就是用在这个时候 或你认识那么多人 就是用在这个时候 你会是一群人里面那个 就是你很适合组织起一群人 或你也会是一群人里面 懂很多的 你会因为你懂很多而跳出来 大家不知道你连这个也会 那个你也能谈 这个你也懂 这一类的 涉猎的领域也很广泛 因为你平常就很鸡婆 你平常可能就 东沾一点西沾一点 平常也没有告诉别人 现在忽然让大家发现 我有女很厉害 是因为这样厉害起来 可是我们说过了火星也有伤害性 火星的伤害性来自于 有时候 吃快都会碰我 我们说过火星很有企图心 然后火星在双子也很有表现欲 但是这个表现如果不恰当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看起来实在有点令人不舒服 就好像硬要表演给人看一样 就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吃硬的都会碰我 或者是有时候会有反应效果 反而在舞台上就 出球了翻车了出状况了 好像你要表现表演特技 翻跟斗好了 结果反而摔了一跤之类的 火星的缺点就是这个 所以不能急 然后要彩排 要练习 练习说话 要有脚本 要有稿子 要有大纲 不能张口就来之类的 只要有舞台 请你慎重一对 才能消灭掉这个火星 带给你的伤害性 应该这么说 谁都希望是表现得好 谁要出球 对不对 或者谁要去当炮灰 有哦 水瓶座有机会当炮灰哦 你很可能会被派去打天下 比如说 某个地方 没有人要去救你了 你就把自己的人脉 什么都带起来 你应该也可以做得好 我说过了 风向星座的英雄之旅 对不对 好 你有机会做得好 但是你真的累死了 打天下 打完了天下 还不见得是你的 你还要 千让 或者是 打完以后 打完天下以后 压力都在你身上 你可能就被卡住了 要你来经营哦 这是水瓶要的吗 你有兴趣成为这些人的领袖吗 你要想一下 这样知道 那这个水星就是来让你想一下的 因为水星现在在九宫 水星进九宫 以及我们说秋分之后 秋分以后 九月二十三 太阳进来 金星也会进来 月顶进来 都进入九宫 这个就是你 下一个阶段开始的领域 九宫 九宫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 成为意见领袖啊 或者是 呃 成为 呃 一群人里面 那个 呃 智者啊 文胆啊 或者是 师爷啊 或者是 一样 文身就苦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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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就是 你你你也有企图心吗 你也想当神吗 你也想做得好吗 机会不是就是这样争取来的吗 你不怕累啊 但是 闷着头忙了一阵子之后 这个水星要逆行了 五号 十号逆行 十号逆行 水瓶座就会想 好像哪里怪怪的 水瓶座会计较公不公平 水瓶座会计较 那 好像我们也没有签合约 这样对吗 嘿 之类的 他不会 他水瓶可能要开始 回过头来去思考人生 去怀疑一下 我是被利用了吗 还是我有可能 过河阻止 过完河以后被抛弃 水瓶座会去想这个问题 因为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像 毕竟在人际大串联的情况之下 水瓶座本来用自己的方式 闷着头在做 所以 闷着头之后抬起头来 怎么布局跟我自己想的不一样 好像 好像 不太对 你们没有很尊重我 我的意见好像也没有很 很被重视 水瓶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产生在心里 所以咯 如果水瓶座 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靠着一股 静一股意气 那 水瓶的时候就是你重新思考的时候 某些不对劲会跳出来 所以这个九月份是你在感受那个不对劲的地方 当然 也有可能不是别人辜负你 有时候有没有可能是你的问题呢 比如说你有做的不够好 尤其是九宫的事情 看的不够高 不够远 想的不够 清楚 所以也许你的稿子被退回来了 也许别人考虑下次不找你了 有没有可能 而且这一切如果会发生 都是默默当中发生的 你默默的可能明年就没有人找你了 但你不晓得 你可能现在还没有危机意识 你不知道现在正在发生对你不利的事情 原因很可能你不知道你自己有犯错 或者是做的不够好 而且你不知道哪里做的不够好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水瓶座同学 可以去多问 多回溯 多做问卷调查 这样知道吗 请问一下你对我的工作满意吗 之类的 你可能就会比较得到真相 不然 水星逆行在天平九宫 大家都很客气 谁会告诉你 不会告诉你的 因为也知道你很认真 只是大家风格不同 路线不同 如果不给你修正机会 你可能就会失去机会 对不对 就会跨领域失败 所以水瓶座同学 如果你很介意 你在一个新的领域 能不能永续经营 你可以多问两句 让别人把真话告诉你 让别人把真话告诉你 好的 不够大胆 升横昌台中有吗 有人说内行人 应该是有吧 好咯 好咯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天王星 现在也在 你的守护星 现在也在逆行中 逆行在我们的四宫 所以我觉得很多水瓶座 也不免有家人的 新的一个变化吧 迎接新的变化 除了家 家人可能有搬家啦 的一个情况 那或者是现在正在承担着 搬家前的辛苦阶段 比如说要打包 要重新把新的地方做一个装潢 要谈这方面的合约 要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 人生大变动的思考 因为天王星在四宫 所以啊 人生要大翻天 现在要做总整理 的一个概念 这个天王星 不过也还不是只有 今年总整理 这个整理会在整理个 蛮多年的 你可能会不断不断的 移到一个新领域 因为四宫除了家 除了搬家 除了跟家人的关系 一直在变化 以外 也有可能是人生的 重新思考 有点像我干这一行 好吗 我要不要转行 我要不要把这一行做大 要吗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 那我想这样的思考 过去也有 说不定很多水平 也已经做出了很重大的决定 但现在 又有一些新的思考 因为这个思考是一直在的 从2018年19年 开始连续到未来七年 201819到现在 已经四年过去了 所以很多水平 这四年变化是蛮大的 你都有在努力 我也知道 还有三年 还有三年 足够很多水平座 让自己真正的影像水平时代 以后就是你的时代了 冥王星来到你 这里 开玩笑 你不赶快准备自己吗 是不是 你是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二十大年的 大明星 是不是 好哦 不可思议的准备 谢谢 那当然我觉得在明年三月 冥王星进水平之前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 再一次的大整理的时候 我爸爸就是上升水平 我老家 就快要装网的差不多 所以他们就会搬进新家 所以对我爸来说 就是一个家的 再一次的开启 对我爸来说是非常非常准的 然后我孝顺他 也是因为我觉得我爸爸很了不起 是不是 风向的火星双子 我也会逼着这个老人家 就是给我站起来 给我运动起来 你要健健康康 然后我也要到时候新家开箱 我要拍他 之类的 很火星啊 很风向啊 是不是 我爸爸如果到了晚年 能够得到大家的祝福 这也是他的英雄之旅啊 是不是 就是风向的英雄之旅 所以风向的人 努力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己啊 为了自己 看起来像为了别人 但其实最终会回到你自己身上 那只是说这段时间就是 比较累一点 忙一点 好 那水瓶座的恋爱 恋爱的话 我说过了你的能见度是很高的 所以其实水瓶座最近身上荷尔蒙能量大爆发 你色不迷人 人自迷 ok 因为在别人眼中你很可口 别人总是能够从水瓶座身上看到你的优点 不知不觉就跟你多说两句话 不知不觉就很喜欢摸一摸你的肌肉 或者是称赞一下你的造型 所以其实水瓶座蛮有 蛮有桃花韵的哟 好那当然 这个水星会在这里来来回回 待七个月之久 在还没有其他星进来之前 这个火星还是蛮值得探讨的 比如说你会遇到火星人 我们上个月也讲过 这个火星人就是比如说母羊啊 天蝎啊 水瓶座参考一下 这两个星座如果存在你身边 不会是偶然 这是火星人 然后也有可能他是一个 比较急躁的人 或者是现在正在创业的人 或者是有企图心 比较有企图心或比较自我的 很有个性 你比较容易跟这样的人结盟在一起 或类似 你蛮最近觉得 跟人聊得来 然后就忽然间觉得这个人蛮迷人的 所以想要跟水瓶座 凑对 或者是有机会来电 能言善道还蛮重要的 能言善道 聪明 有脑袋 这个会让水瓶座觉得你性感 有可能哦 有可能发生哦 蛮一见钟情的 如果你是水瓶座的话 那太阳上层水瓶的人 小孩也非常的积极 可以也跟你有互动跟沟通 你也可以跟小孩互动沟通 那小孩状况比较多 比如说要小心他们受伤 或者是类似小孩 意见也会比较直接的跟你反反反反应出来 有时候你会觉得他在顶嘴 但其实不是 他们是很有想法的 你也可以听听孩子们的想法跟意见 好哦 最后就是水巷星座 我们终于来到水巷了 好 十一点半 希望十二点十五分之前结束 应该有机会吧 好 哇 深恒昌也在上面耶 谢谢 哦 很多诈骗是吗 水瓶跟金牛合吗 爆炸准最近互动很多的 都是牡羊跟天蝎 真的吗 蔡怡婷 哇塞 厉害了厉害了 水瓶本来就觉得自己很天才 但是你们更欣赏别人也是要很天才 能够让你佩服的天才可不多 是不是 来水巷星座之前我们还是要谢谢深恒昌 也要祝福你们了 因为这两年的疫情 这三年的疫情 让很多跟航空业的行业都很辛苦 深恒昌呢也当然就变成了实体店面 大家不用出国也可以买到深恒昌的免税商品 那有实体店哦 内湖就有一间 那如果其他地方你们可以上官网去找一下 可以到实体店逛一逛 而且在他们周年庆期间有很多的优惠 满额现底 回馈百分之十 就是已经免税了再打你九折 那如果是指定日期最高还会回馈到八八折 就是回馈百分之十二 这个相当划算 那满额赠加码 如果全管满额还会加码赠你米其林餐厅 跟环岛旅行 这个都是额外的 那更不要说加入会员之后呢 你就会得到很多好处哦 有百元抵用券啦 iRAM租车时速60分钟 免费租车一小时啦 以及iREACH点数250点 这个都是可以扣底的 以及可以得到品牌优惠的 那当然你可以用我们的 我们的指定路径 专属连结 进入的话还可以抽三位 五千元的购物金 五千元购物金三位送给大家 那你登记会员也可以上官网 玩游戏周周送大礼 这个大礼都是名牌的 我们刚刚已经秀啦 比如说名牌的包包 一周送一次的话有包包 然后也有这个挂烫机 这个挂烫机 我们这次直播也会送三个给大家 下个礼拜 下礼拜四 下午五点公布得奖名单 大家帮我们公开分享 然后设就是回答说 你对机场的回忆是什么 那下礼拜四就公布得奖名单三位 然后送大礼 还有这个Dyson的吹风机啦 亦或是名牌巧克力 这都是他们本来就有卖的商品 而且是大礼 大概都一万块左右上下送给大家 所以这个官网的游戏不玩很可惜哦 好的 那我们来看最后的水象星座啦 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巨蟹 天蟹 天蟹或是双鱼的话 巨蟹的话 风向就是在我们的水象公位 我们先不要讲巨蟹 我们先讲所有的风向星座 我们的水象公位都被扰动 都被风向扰动 所以老实说 人际关系上有那么一点怕什么来什么 各位 一样人际关系很活跃 但对水象星座有一点挑战就是 呃我们有一点负担 我们情绪上有一点负担 如果你是水象星座的话 呃负担在哪里呢 我刚刚是不是说怕什么来什么 比如说有的是你得罪不起的 有的是有利害关系的 那但是他听起来就不舒服嘛 因为他不是出于你的天然本意 他不是出于你开开心心的人际关系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你也很怕 比如说得罪不起或者是非去不可 你你也会怕你很想把它做好 你怕做不好 那这也会给你压力 有时候人际关系我觉得 呃也情人际加上情绪也会有一点像是 你也很怕被别人失望了 尤其是别人很爱你 你更有压力 如果那些别人都是普通人就算了 就因为那些人很爱你很看好你 很依赖你 然后水象星座就 压力好大 有没有 而且水象星座 你最近都在照顾别人 因为你周边的这些朋友 各个有问题 各个有状况 你也 扛的蛮累的 哎 你扛的蛮累的 你要到处救火 应该这么说 你不是文身救苦哦 你不是风向星座的文身救火 你是到处救火 因为你同情心旺盛嘛 所以有人说 糟糕了糟糕了 这件事我搞不定 或者是啊我好可怜哦 然后水象星座就会说 你可怜在哪里 也就是说你有同情心泛滥 所以水象的巨蟹也好 天蟹也好 双鱼也好 真的听不得 听不得人家可怜 然后呢 你就搞了一堆可怜的人 需要你的人在你身边 你都跟谁换line呢 你都跟人 那个可怜的人换 而不是厉害的人 很健康的人 你会觉得他不需要你照顾 嗯 水象星座 有病 我们真的有病 如果我们是医生就算了 我们是医生护士 我们本来就跟有病的人在一起 很好啊 那可以让你的职业更发扬光大 可是 如果你的 人际关系选择也长这样 你真的也会把自己搞得很累 对不对 水象星座同学 有人说我可以不要有同情心吗 你很难耶 你自己想一想嘛 你跟谁换line 你一定是跟可怜的那个人 有那么一批人 你为什么只跟他换 对不对 你懂我的意思 啊好好的你没有感觉 然后这些朋友也好 或者是类似 他是不是你的兄弟姐妹 你也责无旁贷啊 你一定要救你的朋友 你一定要救你的兄弟姐妹 他们需要你 你 猫咪吗 刚有发出声音吗 没有 没有 累到爆 已经不想理可怜的人了 哈哈哈哈 来来再给我一杯 你不可能不理的啦 水象星座 你不可能不理的啦 这真的很冲着我们的弱点来哦 我们也想成功成名 可是我跟你讲 水象星座就会在这个地方成功成名 正因为你的付出是不求回报的 正因为你可能更津津业业业于你想把这件事 就是不要让人失望 把事做好 所以 我们说人会有限事报嘛 对不对 水象星座的限事报是什么呢 就是天会报答你 你会有冥冥中的好运气 真的不骗你 水象公卫在风向运作 老天爷就是要透过水象星座的人去讲 这个故事 就是人在做天在看 你有同情 你有付出 这个你付出给这个人 这个人虽然不能回报你 但是会透过别的管道回报你 你年纪越大越有感觉 水象星座 你如果还很年轻 你可能还不懂 或者是你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但如果你年纪是大的 你会有感觉 水象旧了还被黑 有可能哦 或者是你旧 怎么说呢 不是被黑啦 应该这么说 你是感性的 然后你旧的那个人是 自尊心高的 那他自尊心高 那他可能就是有很多的道理 或他试图淡化你的旧 因为他承受不起 那对水象星座来说 嗯我要的就是一句感恩啊 谢谢啦 好听话 却得不到 有时候水象星座会有点闷 但是 亲爱的 因为他有病的关系 所以有问题的是他不是你 你在做对的事情就继续做 知道吗 如果你觉得对 好 这样子的水象星座 我们怕的就是你救错人 你救到 嗯 比如说也许他 他反而是欺负人的那个 你以为你在救他 但他其实是坏人 假设 我们就怕这个 因为水象星座是用同情心在发作 而不是用理性在判断 因此我希望你懂得判断 因为水象星座最最最糟糕的一点 可能就是看走眼 平常就很容易看走眼 那现在有很多的风向在 围绕在我们的水象公位 千千万万不要看走眼 好 好哦 呃 程老师金言 仕途淡化 对你可以懂 你可以懂 好我们进入巨蟹座 巨蟹星座的朋友 我们的水象公位 水象公位不要忘记 一个是四公 一个是八公 一个是十二公 这三个公位都很有戏 四公一定跟家有关 所以水象星座 你的人际关系里面一定有家人 一定有父母 所以你我刚刚说的那个 搞不清楚状况 可能让你觉得忘恩负义的 搞不好就有家人 是不是 就有家人 你都同情他了 他还搞不清楚状况 然后也可能有小人 好来家人的部分 来巨蟹座 水星在这里 所以太阳上身巨蟹的同学 呃 你对家人的 他们回报你的公不公平呢 我觉得很多巨蟹正在 衡量当中 因为水星即将在这里逆行 水星 来 十号 十号会在四公逆行 他当然也会重整 你跟家人 父母的关系 这个公不公平 有可能是你公不公平 也有可能是 父母 家人觉得你公不公平 你也很可能会收到别人 对你的反馈 就是说你对我们不够好 你对我们不够公平 之类的 那很多巨蟹也一定跟家人有一个重新磨合的时期 因为水星逆行在这里 然后 秋分 秋分 9月23号 太阳近四公 欸 开玩笑 你就是开创公 开创星座 太阳又近开创 这绝对是你人生中的大事 所以9月23号之后 秋分之后 你的新开始就是跟这个家有关 跟家人的变化 跟家族的变化有关 跟房子有关 所以你是哪一种呢 你家人怎么了 你又要买房子 有要搬家吗 你有要重新弄房子吗 而且也连带兄弟姐妹最近是生活主场景在这里 所以你跟兄弟姐妹应该 最近也蛮密合的 有很多兄弟姐妹的事情 你会很主动很积极的去把它承担起来 你们有需要什么 我愿意服务大家 很有服务精神 对你的朋友 对你的兄弟姐妹 所以在家族里面也算有口皆碑啦 巨蟹座 而且啊你的朋友 老朋友会回来 老朋友 什么时候呢 来 9月23号 秋分 秋分 太阳进四宫 可是水星逆回到了我们的三宫 所以老朋友 老同事 就会来跟你招手 问你最近好吗 或开同学会 大家互相联系 然后再把人际关系做一个串联 会跟你串联的一定是你信任的 所谓的自己人啦 对巨蟹来说 曾经有过交情 有过革命情感 然后一起工作过的等等 好喔 那这个太阳 这个水星的逆行之后 慢慢的 我们十月A又会进来了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所以最近如果对你的居家的这件事情 比如说你也许最近动面头要搬家 可是水一旦逆行快要了 停滞10号逆行 可能又有一些新的想法 或者是听到那个房子的新的消息 然后让你的计划有一些改变 如果你在装潢居家 很可能你也会发现问题 然后让整个工程稍微delay一下 因为又要重新修整 你想要把它做到最好 尽善尽美 你开始去挑剔它的平衡度 你开始挑剔材质配合的好不好 搭配起来如何 然后你跟家人的相处 在这个水逆期间这个9月 多多少少 如果巨蟹是被抱怨的 巨蟹很可能也有话要说 有苦水要吐 别这样说哦 你不要说我对你不好 我以前也觉得你对我不好哦 所以跟父母亲家人之间 是蛮有机会沟通的 而且翻旧账 就是不是说那种恶劣的翻旧账 而是心里话有机会说出来 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觉得巨蟹平常不太说 那这也没有对你比较好啊 是不是 你心里其实有一把尺 然后一直不平衡 不平衡也很久了 何不一口气说出来 因为我觉得最近是蛮有这种 人生正在剧烈变化的一个状态 你也正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的起点啊 是不是 所以是时候该告别过去了 趁着这个水星 他来整理你的想法 然后叫你不要当烂好人 这是四公 八公的话有土星 八公的土星 所以很多巨蟹座可能会有贷款的痛苦跟问题 我们刚刚讲风向嘛 风向跟人有关 所以这个贷不贷款 我觉得也会跟人有关哦 我们刚刚讲到四公嘛 四公如果你有房地产的想法 那就会牵涉到贷款 对不对 然后怎么说呢 帮你叫你买房子的人 就会帮你想贷款的事情 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是有贵人的 我刚刚讲的是有烦恼 有小人要我们 或者是有可怜的人要我们拯救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想成大三角的好运 就是有人要你做什么 他也会帮你把一些阿里阿渣的事情应付掉 比如说帮你办手续帮你办贷款blah blah blah 应该还没 还有土星在巴工的巨蟹座 有可能也会有金钱上的麻烦事吧 应该这么说 除了我刚刚讲类似啦 我刚刚举的例子就是买房子然后要贷款 这就是你要跟人家借钱嘛 那也有什么呢 也有缺钱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有人要花你的钱 类似你的另一半需要你帮忙 所以你钱就支助他了 或你正在投资一个东西手中就没有现金了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吧 应该这么说 投资的压力 然后巨蟹的同学也比较容易自我感觉不良好 其实你明明有一个我们之前说运势有抬升嘛 有创业的机会有做自己的一个状态 可是有时候报表又数字好像还蛮需要撑着点这样子 报表没有很顺 然后有时候客户 稍微 两三句那种好像没有很鼓励的话 也会让巨蟹做很挫折 有一个深层的一种 不自信吧 应该这么说 巨蟹的同学有一个深层的不自信 所以蛮需要接近正能量的人 亲爱的 你不要接近那种负能量 那种嘴巴本来就讲话不好听的人 就少靠近他们为妙 巨蟹同学 这是自我保护的一个方式哦 多听人要讲好话 然后在跟别人谈钱的事情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很难突破吧 应该这么说 你有点不好意思 有点害羞 有点不好意思 这也会让你在金钱上吃亏哦 好那他再来就是火星十二宫 火星十二宫我觉得是最刺激的 火星十二宫就是业力大爆发 业力大爆发有那么一点挖坑给自己跳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如果你有一点业力大爆发多半是来自于这个 比如说千算万算还没算到什么 就我们说的嘛怕什么来什么 你应该非常怕做错决定 或怕出糗 这个火星的聪明反被聪明误 就会让你有一点出糗 但是你又有一个很漂亮的title面子 形象要顾 所以很多巨蟹就会把这个不舒服啊 自己做错决策啊 聪明反被聪明误啦 吞下去 那这个吞下去就内伤 巨蟹就会内伤 然后内伤之余 因为巨蟹有很多很多的小聪明 巨蟹很聪明哦 大家不要以为巨蟹什么的 温和啦顾讲 然后巨蟹很聪明 那接下来就会拼命的用它的小聪明 可是用小聪明的结果没有比较好 这样知道吗 因为你在用小聪明的这件事 你以为旁边的人看不出来吗 那个是火星耶 火星是会有火花的 所以就算你在用小聪明 旁边的人也会发现 他在用小聪明 所以巨蟹不如直接用大聪明吧 会比较好 以免就是出更多的糗 这样知道我意思 好那火星在十二宫也意味着 有很多巨蟹座应该也忙死了 不要小看十二宫 不是只有命宫忙哦 十二宫也很忙 六宫也很忙 都很忙 十二宫也很忙 所以很多巨蟹默默的 其实承担了非常多 本不该他承担的事或职务 而且都是人情压力 比如说 这个人拜托你啊帮帮忙啊 那个人 请你救救我啦 然后巨蟹说 好啊好啊 同情心泛滥 就做了很多 我干嘛做这些啊 也没钱 也没 也没 也没名分 哈哈哈哈 然后也没人看见 得是 有的双子 有的巨蟹也会走这个路线 所以说业力大爆发啊 要偿还 哈哈哈哈 很难拒绝 那为什么你很难拒绝他 因为对方很可能也是 你很想维持的关系 或者是呃 呃 我们说过了 你当然很希望你的付出被看见 我们说有限时报 所以以后他也会对你好 会的 会的 但是现在就是奉献跟付出的时候 所以每每天每天都在问我在干嘛 我怎么把自己弄得那么累 三进半夜还睡不好 工作量还这么大 还日夜兼差还拼命斜杠 莫名其妙 然后还跟很多人 谈那么多的事 到底为什么我要跟这些人 谈这么多的事 然后还要去处理钱的事情 哦 累死了 不过我就像我说的 终究有代价 巨蟹座相信吗 你的默默付出不会没有代价的 呃 当然很像在做慈善事业啦 对巨蟹座来说 可是这个慈善事业 既然他叫慈善事业 对不对 你的利多就是天上会登记下来 不会少你的 不会少你的 这一辈子就会让你拿到 你放心好了 好哦 那感情方面呢 我们要看一下金星啦 金星现在在二宫 之后就到三宫 所以某种程度呢 嗯 你是有那么一点 比如说 呃 一马心动 然后或在旅途当中 啊 或者是在呃 游山玩水当中 或有 有时候在出差 有时候在 工作职场的 对应阶下中 可能会慢慢的 呃 跟对方更靠近 啊 或者是更来电 好 你很喜欢 对方是博学多文的 然后你很喜欢 对方是细心 体贴 嗯 面面俱到的 比你还细心 我会 会吓到巨蟹做哟 啊 巨蟹 一边照顾别人的同时 其实 会很意外的惊喜说 哎 都是我在巨蟹 都是我在照顾别人 怎么会你照不起我来 这会让巨蟹很感动 这会打动他 朋友介绍也有机会哦 比如说朋友的聚会 同学会 嗯 或者是直接朋友 已经是朋友了 哎 然后慢慢的 有有有有曖昧 哎 有可能 在这个月 但是 要 成就一段恋情 要 变得很明确 我觉得还要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是比较走萌芽的路 好 第二个 水象星座就是天蝎座 我们快结束了 好的 我们快要十二点了 天蝎座同学来 跟我一样的同学举手 久等了久等了 双鱼座更是不好意思 最后一位 大家都习惯了吧 夜历大爆发的感觉很恐怖 其实夜历大爆发应该这么说 好的也爆发 坏的也爆发呀 是不是 那完全考验一个巨蟹座 你累积的是什么 你累积的是福报 就有福报 你累积的是不好的 那就会有不好的麻烦 比如说 我所谓的不好 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你一定以为这样可以 所以就超捷径超进路 反而走得远 这就是夜历大爆发 然后或者是你才说什么 马上就被打脸 马上就被人家说 不是这回事 这也是巨蟹式的夜历大爆发 更要你小心运用你的聪明 小心运用你的口才 不可以随便说 不可以随便的以为 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知道 要更谨言顺行 然后呢 巨蟹同学 天蝎 我们进来 我们进入天蝎了 天蝎我们说过 四公八公跟十二公 被这个风向行星 行星落风向给包围 我们就好好来研究一下 因为水象星座跟水象宫位的呼应 它蛮 它去到我们的软肋 我们先从 也许它如果有不好的效应是什么 比如说土星在四公 土星在四公 从过去的两年以来 以及即将明年三月过去 天蝎的压力就是要照顾家人 要对家人好 对不对 要重新成家 所以有很多天蝎 可能也有转型 因为转型就是 家就是基地 转移基地 所以转型转行 或家里有什么事情发生 以至于天蝎要承担 有的是不好的事 比如说家人生病了 天蝎扛下来 要照顾 要 然后很有压力 很难过 要 要给钱 要付账 真的很痛苦 也很累 有的天蝎是这样子 可是也有天蝎就是 也许你原来的事业收拾一下 或者是遇到了那种羡慕嫉妒恨 或有人来跟你暗中的侵占或霸占 Anyway 就算是解解决掉前一个工作项目 或者是某一个你不想再做下去的东西 这过程应该也是不舒服的 应该也是有压力的 因为水瓶座嘛 水瓶座在我们的四宫嘛 你可能也会遇到很多奇怪的人或怪咖 你本来就很容易有怪咖家人 不是吗 他们要伤你的心是很容易的 变脸也是很容易的 对不对 那但是也有像我这样子就是 我主动的把家里的责任扛起来 我是扛的很开心的 就看你啊 或你转行业 你是转的很开心的 虽然压力很大 比如说我把场面搞得很大 通通都是压力嘛 对不对 但是因为是我要负这个责 because我是老人 我是年纪大的人 所以这个土星对我是友善的 我是有能力去扛 然后也扛的开心 但是对于年轻一点的天蝎来说 这就是一个压力 比如说你觉得该转行 但你要转到哪里呢 前途茫茫 是吧 或家人让你照顾的很心累 但是你不照顾也不行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土星 土星课题 可是当你扛起来了 你也会意识到就是 这个会帮你招来了很多的名望 人气 是不是 大家也忽然间 这故事被披露 大家就忽然间很肯定我 这也让我很有很大的信心 跟我感受到被很多人支持 所以扛的很开心 你要说我烂情吗 因为我们说 雪像星座容易烂情 你要说我烂情 但我烂得很开心 你可以这么说 好 再来就是我们的火星 火星在我们的巴工 天蝎座的巴工 最近钱一直出去 巴工就是big money 所以我们天蝎一定有花大钱的机会 这个花大钱当然有几个可能 第一个 你如果要投资大的项目 你就一定会花大钱 但是他是投资啊 他是以后会回收的 所以看似是花钱 但是其实也是一种存钱吧 只是说现在钱一直出去 一直出去 或你在做什么 让钱一直出去的事 有时候也不能怪别人 因为我们说这个火星双子就是 坏在聪明反备聪明物 天蝎座有没有聪明的地方 然后就是理财自以为聪明的地方 你就反而以为聪明 结果吃大亏 以为省钱结果花大钱 有可能哦 或者是天蝎座 这段时间也不要买车吧 因为火星双子在这里 你买车一定亏钱 或在车方面你一定是损失 也要小心车车怎么了 装车等等 这个都是会让你亏钱 而且应该每一次都会亏不少 都是不少钱 应该这么说 当然这个火星的积极能量也是赚大钱 所以某种程度 你所做的事情业务应该也蛮亮眼的 或者是成绩很亮眼的 你有你火星最好的就是彰显了天蝎座起死回生的能力 所以你接到的紧急任务 你接到的救死扶伤的任务 可怜的任务 你一定有能力 你起死有能力 你可以救他 而且你的救 来自于人际的串联 比如说你能够介绍对方 一个很好的方法 你可以 把他仲介出去 让他去找对的人 然后你可以三言两语 把他从死说成活过来 所以天蝎是有言语的力量 我现在不是在做这个事吗 我也很希望我在这个时候 的直播也好 我跟大家说的话也好 能够让你收到我的祝福 收到我的提醒 然后你会少走冤枉路 或者是你有勇气信心活下去 那我的火星双子就够了 那这个火星双子八公 也意味着所有天蝎座 是非常愿意转型的 你怎么转型呢 你很愿意重新做人 那你的重新做人 多半也会用一种 比如说第一个很双子 比如说我们所有的机会 都不想错过 广撒网 然后什么都愿意试试看 越难的任务 我们越该承接下来 因为这也是自我挑战 这也是我们成为了另外一个 令人敬佩的人的契机 天蝎座要迎难而上 而不是盘算盘算 哎呦太惨了 我不敢接 或者是好难哦 我觉得我应该做不到 不你做得到 你做不到的事 不会来找你天蝎座 这个火星做之前 会让你非常焦虑 但做之后 你会发现没那么难 所以我祝福所有天蝎座 请乘风破浪好吗 你不会被淹死 你是乘风破浪的那一个 然后一再一再的可能会创造奇迹 所以我希望你迎难而上 有同学说我很佩服老师的魄力 好哦 对真的财运如何啊 我觉得这个迎难而上之后 你的财运一定会开 我们的巴工也跟风向有关 你放心 静越远来 因为我们也会 天蝎也会凸显 这个火星也会凸显你的业务能力 我刚刚说了你会救死扶伤嘛 比如说你去帮了谁 谁就好起来 你的出现让他们的业绩好起来 那久而久之一次两次三次 你会没有口碑吗 你会没有 你会得不到机会吗 你机会可多了 我说过了 这个就是我们 福报 福报 福报业报 随便你 你累积的是业就是业报 你累积的是福就是福报 知道吗 再来就是我们的水星啦 水星现在要进了我们的十二宫 是不是 而且他两个月都在这里 当然中间会通出去 15天左右 又会回来 那而且秋分的时候 太阳也会进十二宫 所以你知道对天蝎来说 我觉得这个配置不差 对天蝎而言 这个四宫的土星 八宫的火星 跟十二宫的水星 这个配置不差 不算范晓荣 不算 对天蝎来说 反而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考机会 天蝎的本性就是很喜欢帮助弱者 然后水星的十二宫 尤其是会让你动心起念 只是说天蝎最近真的看了太多可怜的人事物 很想帮忙 可是天蝎很在乎公平 天蝎很在乎 你知不知道我在帮你啊 你知不知道我这个帮很难得啊 你以为谁都有机会被人家这样帮吗 你以为我会帮所有人吗 天蝎的OS是这个 我要提醒不是天蝎的人注意一下 所以啊你嘴巴要甜 你要让天蝎觉得公平 你让天蝎觉得不公平 我白付出了 这个时候天蝎其实是会很受伤的 天蝎也会考虑收回来 那我不帮了 或者类似了 也不是说天蝎这么现实 有时候天蝎也会觉得 可能之前有一些case 他觉得我帮不了 拒绝了 但是水星一逆行 不行不行 还是要帮 自己反悔 又把那个责任捡回来 也不一定哦 所以水星十号的逆行 可能又会让能量场转变一下 那没有关系 而且二十三号水星退回去 太阳进来 金星进来 我跟你讲 天蝎的慈善之行 就会启动 真正的慈善之行 而且你一边启动 你一边也会感受到 宇宙祝福你的力量 我们的新开始 就是从我们做好人 做好事 付出不求回报 我们虽然求公平 但是我们要的公平是 你要认可我的公平 不是你要回报我 我要你认可我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啊 各位你想得到天蝎的帮忙吗 多说好话 多装可怜 然后谢谢他 然后知道他的付出 不容易 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有的天蝎就会 很难拒绝你啊 讲好听话就对了 你跟他公司公伴 他就幸好你没有 用可怜的状况来求我 那我就公事公伴 这样子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 我还在讲 是啊 对啊 天蝎座的车子 应该会让我们 天蝎座的车子 应该会让我们 花蛮多钱的 车子或兄弟姐妹 或朋友 会让我们花多一点钱 可是你花多一点钱 是为了把它弄好 你花多一点钱 也是因为 你答应了 你承担了 所以你只好多花钱了 对不对 你冲动了 不过 如果可以让你 当一把英雄 过一把 被人家 觉得说 哇你好牺牲奉献 好伟大的 瘾 我想天蝎座 付的还是蛮高兴的 好 这个水晶逆行呢 当然也会让我们 想起往事咯 或者是类似 水逆在十二宫嘛 我们说不定 就会开始翻箱 稿柜找以前的资料 那也会把以前上课的笔记 找出来 说不定上面 就有很多什么情书啦 联络簿啦 跟老朋友的联络方式啦 或者是老朋友来找你 十二宫毕竟是跟 业力有关的工位 所以我们也会 仔细的去衡量 就是有一些 我们之所以会去做 看起来很傻的事 也是在还业报 也是在还 也许我上辈子欠了你 我这辈子好 我就还到这里 所以那个 这种业障的计算 而且这个业障的计算 有一点计算 在跟你很亲近的人身上 这个很亲近的人 也许就是你的朋友 或也许就是你的兄弟姐妹 或也许就是你的另一半 你拿他没办法 你必须承担 那你要承担到哪里呢 的一个回溯 一个计算 或者是一种感觉 一种feel 所以啦 如果你会动心起念 有的人会卡住我们 让我们过不去 有的人会让我们不自觉的为他付出 或有的人会让我们很痛苦 你就把它当成是英国夜报的方式去面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而你这样子想的时候 事情也如你所想的一般 你真的有还到什么 而且如果你是正向的 就是说你想疗伤 你想要让过去的伤痛过去 呀 有机会 这个仗结一结之后 哎你真的开朗了耶 你的心态真的开了耶 所以 这也是一段 天蝎座在面对自我的过去 疗伤止痛的一段时期 有没有一些人 还在你的印象当中 然后还是 有有时候午夜梦回 你还挥之不去的 一些心里的秘密 比如说某一个前任 某一个他对你真的很不好 的人事物 我想在这个水象大 水象公卫用风向星座来 大三角的未来 短则两个月 长则到明年三月的期间 你是还得了的 你是能解决的 可能要考验你 敢不敢付出 敢不敢 也许付出的回报就是 你可以了耶哦 聊了这个夜 那但是 这是一个蛮理想的状况 最不理想的状况就是 你脑筋很死 你还卡在那里 不行 他对我不好 我对他好 他还对我不好 我就是要跟他杠到底 OK 你在造业 那你就是在造业 因为造谁的业 你给自己走不出去的一个业啊 你在要走进新世界的时候 然后把自己锁起来了 谁造了这个业 看起来像别人 其实是你自己 我希望 这个话 天蝎座要听进去哦 那感情方面呢 天蝎同学 还不是时候 你周遭一定有很多桃花 我相信 但是还不是时候 毕竟现在我们的第一 那个海王星 还在武功逆行中 什么时候顺行呢 哎呦 十一月 十二月 哦 十二月 某种程度啦 这段时间我觉得 你应该没什么空吧 这是第一个 因为工作蛮忙的 每天也要见到很多三教九流 那而且 因为现在太阳在我们的十一宫嘛 所以我们的确有很多活动要参加 我们有很多声张首位要应付 而且这些声张首位也不是普通人 可能各个都是还不错的 有条件的 嗯 不排斥 不排斥 未来发展的可能 可是 此时此刻先把事情做好再说吧 而且很忙 听起来说是带着任务的心情去参加这些活动的 所以其实没有谈恋爱的心情 而且 天蝎座应该被自己眼光不好这件事吓坏了 或被自己无法拒绝别人的这件事也吓坏了 所以天蝎我也会赞成 如果你不是属于很有勇气的那一种 你属于希望自己的人生安全一点的 哎我觉得时候味道 可能十一月十二月你比较松 比较有自信 工作也告一段落 嗯 比较有机会 OK 好 嗯 但是三教九流的那些场合 蛮多人会注意到天蝎座的 会觉得你很棒 也会一直对你抛媚眼 或者是跟你开玩笑 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在放电 就是大家玩得很开心啦 大家玩得很开心就好了 还有啊 不要理那些敲边鼓的人 有很多人会说 哎你要不要谈恋爱 要不要我介绍给你 不要理他 他们真的说说而已 好不好 或者是 你如果 你如果听了 你就又进入了烦恼当中 因为现在至少过两个月 真的你把九月十月过掉 你一旦卷进去你会有点出不来 你会变成情绪困扰 加油 好我们来看双鱼座 双鱼座的同学 我啪啪的一眼就先看到那个土星十二宫 土星十二宫 也是我们风向在启动的一颗星 那这个土星十二宫压力就是比较大的 这课题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们说过 这个土星一定是 这个十二宫一定是来有业的嘛 有累积的嘛 有情绪的嘛 而且是看不见的地方 所以双鱼座同学 这个十二宫我们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最大的夜暴会抱在我们的身体上 很多双鱼座的同学身体就会不太好 这样知道 第一你有心理压力 你不是做好事情就算了 每一次跟人的对应 你很容易压也许玻璃心 也许觉得遇到了莫名其妙的对待 你很不能接受 或者是为什么要做很多莫名其妙的事 但你又不说出来 所以你的压力很大 很多双鱼座压力一大 就想搞消失 但是也许你不能搞消失 你只好把那个压力吞下去 你知道久而久之 你的身体就会不好 久而久之 其实你情绪也不好 你很想发作 你又不方便发作 所以我蛮鼓励双鱼座 该发作要发作一下 偶尔搞消失 我觉得也没关系 很正常 因为你比较健康 你会比较健康 身体比较健康 心理也比较健康 这是个健康问题 然后呢 由于风向的这个行星串联嘛 火星在双子啦 水星在天平啦 而且两个月 它就会引动这个土星 比如说你如果去检查 你就可以检查出 你为什么不好 哪里不好 所以赶快去做健康检查 把那个心理压力导致的状况 搞清楚 而且因为是风向的行星在串联 所以你的求 求医之旅会有贵人 比方会有人介绍你去找他 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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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回过头来 双鱼座自己本身也会是别人的贵人 你也会是别人的贵人哦 因为你我们刚刚讲救死扶伤嘛 哈哈哈哈哈哈 双鱼座还蛮喜欢担任这样的角色 嗯 其实是喜欢的 很有成就感的 然后一旦被肯定了之后 哦能者多了 我再多做一点 就是这样子 来我们看一下 水星在发工 水星在发工 其实双鱼座要的 也不过就是别人的一句肯定吧 被人家看见自己的价值 这个会让双鱼座很开心 然后双鱼座 呃其实蛮容易昭黑 我说真的 比如说因为双鱼表现出很难开玩笑的样子 有时候别人就开始对他开不当的玩笑 你说双鱼座可以吗 可以 他也可以假装没听见 他也可以很得体的应对回去 但他心里很受伤 他会觉得我有对你这样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其实双鱼座的水逆 是会逆在这个地方 他会不平衡在这里 那个不平衡可能9月10号 9月初以后 就会慢慢的会发作出来 双鱼非常非常的敏感 然后也很能洞察别人话 背后是什么用意 那水星进入这里 你以为他听不出来吗 对不对 他当然会觉得 立条纲还是故意的 还是怎样 当然不排斥 也的确有人是无心的言语 因为双鱼本来就玻璃心 那万一遇到有心的呢 他当然要反弹 对不对 所以水逆期间就是双鱼反弹的时候 或者是双鱼觉得对人性很失望吧 之类的 其实他要的是公平的对待 那我也很希望双鱼座同学 要把这个想要的公平说出来 不过因为双鱼倾向于不爱说 所以双鱼可能需要别人帮他说 所以知道我意思 风向的那一种 家人也好 就是是你的好朋友 你的家人 或者是很懂你心的人 我觉得双鱼很可能就会去找这些人 把他说出来 让这些人来传话之类的 或者是双鱼座会暗示你 他会用一种很隐性的方式暗示你 以前比如说每一句都会回你 但是现在十句回五句 少一半 你大概就知道他有点不舒服 没那么积极 所以你看你的回应与否 创造了你所遇到的双鱼座 那双鱼座也本身 老实说你也要处理你自己的情绪风暴 因为现在你要面对的人真的很多 如果你要样样都把他想的这么的 压力这么大都压在你的心里 你是太累了 真的很累 如果双鱼有生病 你多半是心里影响到生命而生得病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从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看出来你的情绪承受力 如果你还蛮健康宝宝的 那我就会觉得幸好 恭喜你 你其实还蛮有承受力的 没有那么玻璃心 所以双鱼同学 我也建议你把自己怎么说呢 弄得健壮一点 去运动啦 这些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 禁诸者是静默者黑嘛 你跟一群比较乐观的人在一起 你自然不会累积负能量 你自然很清楚他们讲的话是无心的 是没有恶意的 你也不会往心里去 可是如果你跟一些比较神秘感的 然后尔鱼我诈的人 搞不清楚他在想什么 或硬邦邦的人在一起 双鱼就很可能会吸纳负能量在自己身上 这是我觉得在九月的时候 你会很容易凸显的 而且啊 你现在生活主场景太阳在处女座嘛 就是在你们双鱼的对公 所以很多双鱼座不免啊 有一种很无奈的感觉 那个无奈的感觉就是你 什么都要去配合别人 或者是类似啦 类似就是老遇到 被人家要求东要求西 而你无法拒绝 因为对方可能很强势啊 或他很很大牌啊 或他很他就是你的 他就是你的合伙人 而且你之所以有这样的工作 可能也是他给的 所以你不得不听他的话呀 之类的 你只好哑巴吃黄连 默默做着别人规定你做的事 而不是做你想要做的事 不过我觉得这种合作关系 看你的心态 你要把它想成委屈 他就很委屈 你要把它想成是没有关系 我们一加一大于二 我配合你 有时候双鱼座一旦愿意柔软 是可以这么好的 那你们也可能 你也很开心 你的付出别人看得见 你就更愿意多付出一点 也有可能 所以双鱼座 非常彰显那个双的特质 就好像双子座一样 好坏差很多 好的话就是你的态度好 你的工作能力强 你怎么可能不被人家称赞 或不被人家提拔 可是你要是玻璃心 你要是很容易搞很想搞消失 你要是老是觉得委屈 那你也很可能 或者是压力一直累积 你也可能走上另外一条路 就是身体不舒服 心理不舒服 有时候 我觉得双鱼座真的要看看 因为最近的双鱼座 的确因为木星来到了二宫 木星来到了二宫 就会给了双鱼座毅力 也会给了双鱼座固执性 所以你的本质上的那一种执着 你本质上你要执着在哪里 比如说我执着在 我就是一个乐在工作的人 那你一定会在工作上看起来很棒 但我如果执着在 我不高兴我就生气 我就不爽 我要消失 那也有可能 这个执着不会带给你好处 顶多带给你健康的身体 所以各位同学 人际关系还是挺重要的 不能太任性而为 你的任性可能会 让你累积压力或减分 或身体不好 气功的太阳跟金星 我必须说 其实很多双鱼座遇到的人 看起来好像在跟你作对 因为他对你有很多的要求 可是其实是对你很有期许的 或是想帮你的 所以你的固执如果让对方觉得 我很难跟你沟通 那双鱼可能也会失去沟通机会哦 比如说那大家都各做各的 或大家就处于一种杠在一起的状态 因为价值观不一样的话 所以双鱼座如果 怎么说呢 找到价值观相同的人一起工作 可能会在这段时间是比较愉快的 不愉快是来自于价值观不同 然后呢火星 这个火星的引动也很重要 它也在我们的水巷工位 在哪里在你的司工 所以 家里有让你火大的事 或内部有让你火大的状况 火很大 火大也好 累也好 忙也好 破坏性很强的事也好 而且我们说这个火星如果制造了破坏性 或者它有多多少少跟聪明反被聪明物有关 因为在双子嘛 对不对 所以啊 你有没有什么搬家的事情要做 千千万万不要聪明反被聪明物 比如说 以为谈到了一个好价钱 或者是可以搬到一个很大的地方 后来发现是奇怪的地方 或 这里是事故屋之类的 小心 就是不要聪明反被聪明物 尤其是最近 因为火星在十月以后会逆行 那他一逆行你就会为现在的冲动买单 这样知道吗 那当然火星在这里也多多少少带给双鱼座的一种内在情绪的 激烈的化学反应 以至于 你会 因为水象工会被触动 所以我们一定会有重新做人的机会 冲鱼座也会重新做人 比如说你自己想通了 想开了 什么点 那个一通 你就整个人状态不一样 所以我刚刚讲啊 你要neal也是一个状态 你要通了 好吧 没有关系 我用一种新的心态来重新构筑 我对这一个任务的看法也是一种状态 或者很多双鱼座最近有转行斜杠 跨界跨领域 不断在本业里面做新的尝试 爆米花一样的点子 这也是双鱼座 最近很可能的发挥 所以往好的方向想 我们说坏就是聪明反复聪明物 但好的就是你很聪明 所以我也欢迎你把你的聪明用在你的工作上 然后让别人发现 事情还可以这样做 哦原来你点子很多 棒棒棒棒棒棒 这也是一个勤贼先勤王的一个时期 就是让别人感受到你的存在感跟力量 简单讲 对于积极型的投入型的双鱼座 不管是太阳还是上升 你一定会在默默当中累积你的能量 就是默默当中让大家再也不能没有你 我要讲就是不能没有你 因为你已经外围包围中央了 就你好像没做什么 但你又做了什么 然后你已经收服了周围所有的人 以至于被你包围的人发现 哦原来默默当中你人缘已经这么好了 哈这个也是你做 那个也是你做了 哈不能没有你了 你是用外围包围中央 这是最好最好的一种双鱼的成长之路 让我们发现你无所不在 那最不好的成长之路就是 你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要 然后不合作 然后硬要用自己的方式做事 哎这个是比较少 因为你就没有用到你双鱼座变动星座的聪明跟灵活 太可惜好吗 那以感情上来说呢 最近很多双鱼座应该会收获到蛮多的 好感只是说我觉得双鱼座你看不上 因为你眼光很高 然后你也不喜欢人家主动 对方越主动你越觉得就是因为双鱼座 这个太阳啊精心在那个气 你有火眼晶晶 你就是很容易看到对方可笑的一面 而无法有感觉 所以双鱼座倾向就是 我们刚刚讲眼光很高嘛 你就是一个很很棒的人 然后你去你做自己的事 我就喜欢你 看见 所以还蛮容易怎么说呢 有没有机会让双鱼座看到你很棒 双鱼座你有没有机会默默的觉得那个人很棒 所以追星快一点好不好 好像要跟很棒的人结缘 我觉得双鱼座自己本身也会有点害羞 重点是双鱼座眼光高了 他看的都是最优秀的人了 所以你要成为最优秀的人才可以追他哟 好哦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是2点33分 不只是我啦 我们公司同事也在我旁边 大家都熬到现在了 然后谢谢大家 线上现在还有5400位同学 然后也谢谢申恒昌 也很高兴你们的转型 在你们庆祝周年庆的这个时候 我希望更多人知道 申恒昌就在我们身边 不一定要在机场跟他相遇 免税品到处都有呦 在申恒昌就可以买到了 那也希望大家去赶快登记会员 有很多好礼相送 在这个9月里面 那9月中 如果你要用我们三星邦的专属连结 就要利用9月15号之前哦 那用我们的连结进去的会员 有机会有三位得到5000元的购物金哦 好那今天谢谢你们 谢谢申恒昌 然后也谢谢大家 希望我的中故是有意义的 然后不要忘记了 人际关系做人很要紧啊 然后默默的我们对于外面世界 怎么说呢 有人在串联的时候 有人在连结的时候 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不要自外于其外 不要想那么多 有时候就先答应了再说吧 好不好 因为人的关系有在变化嘛 过去亲近的人变得疏远 过去疏远的人变得亲近 就会撞出新的火花 不是很多人来台湾了吗 说不定我们有机会再度回到国际社会哦 这就是我对台湾的祝福 要对这个保持信心 要对这件事抱着乐观的看法 这是我最后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安心的话 十月见拜拜